好,首先,喂喂,有沒有聲音? 首先,歡迎大家來,今天其實是上次的part 2,因為上次的結果不夠時間,說對香港的影響,這是大家最關心的。 我相信大家都最關心這件事,而且經過了一個多兩個月,又有很多新的國際發展。 首先,有什麼新動現呢?第一,大家要知道這個論壇,我是不多預備講的,因為上次的大國嘴,加上後續的秘密消息,已經講了兩個半小時頭對這個問題。 你要聽我的意見,大部分都在那裏,今天是聽嘉賓的意見,這是第一點去聲明的。 第二點要聲明的呢,我們的新動現呢,就是我們有一個捐款商的,我覺得呢,我們要辦多些這些活動,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可能呢,將來要找租一些新的,這些錢呢,就分給其他港者的,不關我們的事,我們是會收錢的。 那就是,希望,即是可以,將來可以去一些大一些的場合,或者有這些東西,都一定要有這些東西,不然就很難繼續的。 第三點就是,今天,接下來,你們去人民挑戰,賣東西有優惠的。 即是送雞。 好了,我再講最後一個消息,我今天來,剛剛才看到最後一個消息,我給大家,各位講解,我給我拋個球出來,大家可以就這件事,去comment。 提醒大家,這個政府委員會想要 Commenai 。 對不對,應該就是有一個人期間,我們的公司會議席主要說,我不會子最喜歡的。 這些公司會議席主要說,只有什麼是,這種人的公司會議席主要說,大概是尺寶, 那一些公司會議席主要說是有些公司的主意席主要說,你會給今晚多一點, 你們也要說是一個公司的公司,那些公司,我會不可能會和我一個人的公司, 所以,在香港的公司,這身邊通過,我們會有很多人公司, 是我們可以定制是否,可以定制。 那些公司會議席主要說,你們知道他們都是在香港的公司上, 就是一氣接六十個percent 這個book record 接三個 你猜批條拉給他多少 萬幾億 是甚麼意思 大家要知道萬幾億人民幣是甚麼意思 萬幾億人民幣是多於美國三大汽車公司市值加起來的總共 我是問這個問題 接下來你會見到一系列這些總共 是現職無數的錢去國企業 根本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他民企是沒得混亂的 如果用這樣的水浸的方法 一定加上所有的民企 我現在交給欣生主持了 各位朋友 真的很難得 星期日也有那麼多人 有來聽我們發言風 首先要多謝蕭先生 他為大家帶來大好訊息 關乎萬民的 這個 究竟 他的形勢 以及各方面是否有很多這樣的地步 是吧 今天在座 我想大家都認識 不過我還是要重例介紹一下 右手邊最右那個當然是小生 你知道嗎 最英俊 最英俊 他沒有那麼英俊 不過仍然非常英俊 就是吳明德的教授 很棒 下手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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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很开心,他刚刚在美国回来,可能头伸昏昏的 徐家健教授 他刚刚去完白宫,探望特朗普的女儿 社会一般来说有两种,人类历史 一种就是说假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是我们很习惯的 因为你会诽谤,会被人告,会被人开刀砍你 有一种社会就不同,有一种社会说真话是很危险的 大家都知道是哪种社会 幸好我们今天还是第一种社会 尤其是我们三个讲者都很有人格的人 因此大家会听到一些真话 好吗? 这个节目不多不少,真的要多谢邵先生 因为他的人叫做 邮国邮民 是吗? 没有事坐在那里都要休三分 他就休,知道香港是大什么 知道香港这个社会是否进入一个寒冰 寒冰、冰河时代 什么猪罗忌 吓到我几天都不吃饭 你知道吗? 我要习惯吃生饭 那 为了不要让刘世良叮 今天有很多时间 OK? 所以 我会 今天我 虽然 名义上要讲者 但我尽量少说 那 就 希望有三个讲者 能够详细地为我们分析一下形势 那三个人当中 我猜想 其中有些比较不那么悲观 有些非常悲观 不过无论如何 希望大家要认真听一下 因为他们散播那些如果是负能量的话 都是能量来的 否则不是叫做能量 能量的正负而已 OK? 所以大家一定要细心嘴着一下 还有知道 以后我们应该如何隐形 以后穿西装好 还是穿解放装 大家要明白 OK 现在开始 先找我们最斯文的徐家健 再来 不关上次的次序 好吗? OK 徐家健 接着就到刘世良 接着就到 吴明登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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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家健 大家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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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 總統的有一堆團隊經濟學家 這次在中美戰爭裏面 他只是聽一兩個人說 很多經濟學家他的話他都不聽 最多人說在物理戰裏面 但是其他的內部的政策 他會繼續有影響力的 我常常想說的就是說 雖然其實你問所有主流經濟學家 他聽的那個不是主流經濟學家 所有經濟的主流學家 都是反對物理戰的 尤其是大規模的物理戰 他覺得都會傷害到美國人的本土利益 但是由於譬如是大豆 大豆他真的從7月開始做了很多補貼 所以是可以蓋住的 但是相對說 我覺得我們行家可以做到的事情是甚麼呢 我聽到有朋友跟我分享過 就是說其實譬如說 之前他說二千億 他的做法原來是這樣的 你說自千億 他就是在政治上下了命令 說是二千億 然後是哪些類型的貨物 會是subject to這個關稅呢 他會交給經濟學家做的 經濟學家通常就會鬆手一點的 就會鬆手一點 就給你位子走棧 就是又不好感受不明顯 但是他會令到那些人可以 在香港之前的範圍 經常聽到那些人現在最好的生意是甚麼 就是幫人怎樣去reclassify 出口的東西 就是怎樣去令到他不subject to 國關稅 那他民間社會上面說得很凶狠的時候 後面有一堆青菜學家也好 有些民間做生意的人 是會做這些事相對去減少影響 在美國一直發生的 OK 那這就是美國的情況 內地我認識的 那都是去過幾次一些內地的會議 那其中一個是相對比較敢說話的 就是傳媒有報告的 就是張懷型教授 OK 那他以前我聽說和周其人 和甚至現在一些很高級的官員都有讀的 那他都是最近在北大裏面發了一個文章 就是說 為甚麼究竟是中國過去40年的發展 究竟是中國模式 或者是一個普世模式 那其實國內是有幾大的聲音 學界好 或者是企業好 都是想和最高領導反映 說喂 這樣搞不行 軟一點 那甚至乎去到一些我聽過 可能是陰謀論來的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就說譬如我們看到說 是大大大來到南巡的時候 他說的說話很短 為甚麼說得那麼短 有些陰謀論就說他其實很不容易 是報生命安全 我在大陸都聽過這些事情 都聽過他請報表經常要換的 就說到為甚麼要換 我有些是被人倒閉了 就是很多的誇張 那其實是有幾多反對的聲音 是令到他想去到做他很想做的事 他是會有阻力的 那希望這些阻力就會是 從美國方面的好 內地方面的好 多一點就不會去到這麼悲觀 就是悲觀得來 或者不樂觀得來 都是大家要積極做多些事 就希望情況不會這麼差 那但是 講完學術界的東西 講回一些我在內地聽到的朋友的情況是怎樣 相比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為甚麼 我覺得是奇怪的 我也想問這些問題 其實 美國的經濟是很好的 依然是挺好的 內地已經是不好的了 不好不止止 我們香港人覺得不好的 最先發覺可能是 是個樓市或者股市 那內地其實是個實體經濟 已經受到不低的影響 例如做廠的朋友 近來很多廠已經收拾不到的 尤其是中小企 它做電子也好 家具也好 所有的出口 加支也好 就是這些 很多的中小企已經是 是倒閉了 那這些倒閉的東西 有一部分是因為 關稅的問題 那有一部分呢 就是因為其他 因為關稅而引起的 內地的經濟的改革 是令到它很難做的 我聽到朋友說 除了中小企之外 就算是大 大到像華為那些這樣 因為有一次 我們上次說過 它明明說是減稅 實際是加了 那這些實名減實加那些 就是說那些勞保那些 那些其實相對是 對高科技的公司 是影響大的 因為它那些人工高 你由最低工資 計算那個價 到那些可能一分鐘 幾萬元的薪金都有的 那你用那個人工去交這個 勞保的話 那是對那些公司的影響 會有很大 那所以是對 一方面是關稅的影響 另一方面就是 內地政策對這個關稅 的回應呢 亦都會令到大陸的經濟是不好的 那實體的經濟已經是有很大的影響 那但是 就是 剛才 先生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國進民退 這個是講了很多年的 那這個是 講到好像禁忌一樣 不好的意思說 很多人現在在內地的傳媒 那所以是 內地的經濟 是絕對是不樂觀的 那但是 但是對香港有什麼影響呢 那這個我最後想講的了 就是講的主題 就是對香港有什麼影響呢 那內地的影響已經是大家看得到的 就是回內地的朋友 熟的朋友 但是香港來講呢 樓市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指標 我看得到 是已經是樓市很低了現在 那但是對香港的實體經濟呢 大家香港人知道了 其實沒有很大的影響 沒有很大的影響 股市大家炒股票的 就覺得是不好的 樓市都是 但是對實體經濟呢 依然是請人啊 就甚至乎 是不是我們傳統看的那個指標 要去一些貴一點的餐廳 是不是很熟悉的位置 這些都不是那麼緊要 我自己都有時去 九五九和朋友去吃飯啊 去一些高級小小的地方 都不是說 情況是壞到好像 九七九八開頭的時候 還沒見到這件事情 那我想講的其實就是說 給一個 framework 大家想想 如果真的殺到來的時候 會是這次的海嘯好 或者那個crisis好 對香港經濟會有些什麼 不同的影響 OK 我們看回上次 九七年到去到 03、04年的影響呢 我們看 當時的感受是很深的 雖然我有幾大部分 有一半時間左右去了美國 但是我經常回來 但是捱過了又好像 不是很大不了那樣 當時氣氛很差 但是捱過了的時候 我就發覺很多東西 是洗了牌的 很多東西是當時 不是那麼有錢 但是他剛好他做生意 沒有弄得很大 他守得住 又或者是他資金比較充足 他做的事比較好 那有些是得益了的 那些人 譬如我舉一個大家都明白 最容易明白的例子 這個例子也蕭永青講過 他自己 就說他當年 我想樓死大了 但是他因為 他就說 他是第一的 你做那一行 做到第一的時候 你死的時候 死了些四五六 那他反而可以 consolidate 他又沒有一路 很借錢的擴張 你做那些生意的人 你做到最好 你又是一路都是 不是說靠很多 高槓桿去營運那些人 變了是環境不好的時候 對於那些人來說 是一個契機 他也是那段時間 要捱的 但是他捱得過的話 他就一路捱 一路收購 他就可以擴張他的生意 那捱過了那麼多年之後 那六七年之後 之後會更做得好 那這些來講 就是不樂觀之中 就是看一下有什麼 我們想一下自己可以做到 要捱的了 那捱之餘 哪些會是有利的呢 這樣 這是一個例子 另外就是我自己身邊的朋友 也是 我自己身邊的朋友 見得到有些是 當年是近九十年代 吹到很大 那些呢 那些是死得很快的 但是他 不是說這樣 而突然間跳起那些 不是因為過去幾年 靠著炒物而彈起那些 他是實在在做一些生意的 那那些呢 受的影響是有 但是又不是那麼大 那那些 手頭上有現金的時候 那當市場不好的時候 那他就買東西 慢慢逐點逐點買 那當然就不要 很心急說 就是這樣 很誤意的 就是怎樣撈底 那些通常都會死人的 那但是你 你覺得是 長遠來說 是合理的時候 你買一些那些 那那些 變了 我認識一些叔母 等等 哇 那無端端 就買一間 也 никогда分明 那也可以買幾間 那無端端就買了幾間 那無端端就由幾千萬的東西 去到過億 那麼我認識到 身邊也有這個人 那那些又是在 環境不好的時候 怎樣準備 除非那個 ançano 吹到說真是 farewell 像嗚 Crus 二三十年 吹到大家也看不到 那樣賣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真的沒甚麼說,唯有移民 如果不是那麼壞的話,大家要積極的心態 除了想怎樣將手上的資金 或者資產去放一些去其他覺得 跟內地關係沒有那麼密切的地方之外 如果在香港的話,怎樣拿多些現金去看看 有些事情可以變回做一些靈活一些的 不用那麼進取的,等它變成了 或者慢慢自己應付得來有需要的時候這樣做 我覺得這樣的心態是會幫到大家 不樂觀之餘,怎樣面對 我暫時講的就這麼多 謝謝,團長 就真的不愧為一個好友來的 不過我希望,劉細良,你覺得徐教授說 大陸的影響似乎對香港不是那麼大 他說暫時未是,你想想 我個人覺得首先我表明立場先,OK? 我覺得是很大的,不過我不博你,OK? 讓劉細良試一下,OK? 很大陸,肯定 自己閃開先,就知道我會說什麼 其實剛才徐教授說了,他對經濟關係的看法 但我相信今時今日,我們上一次講完之後,這是第二集,我們講對香港的影響,我看政治關係多一點,因為我自己的背景,工作,我自己的觀察都是看政治社會比較多 對上一次大陸發瘋影響香港是什麼時候?大家記不記得嗎? 1967,死了多少人? 放了多少個炸彈?運了多少開山刀來香港? 廣州軍區指揮解放軍7305部隊,在沙頭角殺了多少個警察? 不是開玩笑,剛剛我上個禮拜寫了程翔那本書的書評,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寫呢? 因為這件事就是大陸發瘋,直接影響香港最深刻的一件事 是1967年,1966年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 然後聶元寺四人,即所謂的文革派,在中共內鬥裡打倒陳毅,周恩來,廖誠智這班負責香港政策的人 然後迫使香港的左派,不是迫使,是香港左派有一個叫做提早收回香港計劃 希望通過六七暴動,迫使中共中央,支持提早解放香港 這個是六七暴動的事實,不是所說什麼階級鬥爭,新葡江交花廠的工人 被這個資本家壓迫,或者是這個殖民地裏面的洋人,因為民族矛盾而壓迫香港人 是沒有這樣的事,1966年大家記不記得,天星碼頭騷亂,左派有沒有參加? 如果你說殖民地壓迫,階級壓迫,民族矛盾,三大矛盾,帝國主義 那為什麼1966年蘇手忠沒有人和應呢?沒有左派的人和應呢? 這個是文革在香港的生意,所以香港的左派,配合內地的文革派 在香港發動一個叫做提早收回香港計劃 我看程祥那本書,其實一路看一路心驚膽戰,是嗎? 大家知道警察,三個月前不是修改沙頭角槍擊事件的內容的 大家記不記得這件事,說不知名的民兵嘛 最後就叫做不知名的槍手嘛 但實際上是中央軍委在周恩來指示下,由廣州軍區 直接執行掃射香港沙頭角的警署 整件事是,是製造類似當年蘇聯珍寶島衝突 這樣的一件事,如果不是英國,不是戴倫子的部署 香港已經一早提早收回 這個就是我所理解上一次,在我出生之後 中國發癲,直接影響香港的最深刻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1989年 1989年封癲的程度是絕對比不上1966年 因為鄧小平是保住政權,然後跟著藍巡,記不記得 然後堅持改革開放,所以在上海提拔了江澤民上去接任 而將當時六四的鎮壓派,全部將它撒拉,包括陳希彤這些人 然後保住改革開放 所以你看到我經常用這件事去做一個類比 中美關係的倒退,如果你說衝擊嚴重 其實1989年六四是嚴重過現在的 是出動解放軍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去鎮壓手無寸鐵的示威人士 如果你從美國的角度來講,那件事豈不是更嚴重? 但為什麼美國在1989年之後,我們每年 李柱銘,我們去美國游泳MFN 根本共和民主黨的政府,即是哈林頓的年代 一早就已經準備renew了 我們去做show的,根本知道是無用的 即是說制裁中國是無用的 然後馬卓安訪華,記不記得? 跟李柏握手,跟著簽中英香港機場量解備忘錄 跟著就玫瑰園計劃 所以整個西方和中國的關係 是沒有因為1989年那件事而受到影響的 為什麼?因為當時我相信美國很快已經判斷了 中國不是發瘡 是鄧小平要保住他的共產黨的政權 而不是發瘡 好了,那現在是不是發瘡呢? 我覺得是 你不要笑,聽我說 為什麼現在是發瘡呢? 在中國共產黨來說 因為對現實的觀念認識 而導致整個國家陷入災難 是經常會發生的 這個在香港社會或者西方社會是很少發生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一個自由的言論自由 資訊自由的環境 當你某一種認識上的偏差一出現的時候 你一定會有人去反對你 你的言論自由的環境會容許人去批評你 甚至反對黨會制衡你 是自動會調整的 但是為什麼1966年會發生這樣的事 1967年香港會發生這樣的事 我們今天看回頭就像笑片一樣 是吧?大躍進 拿個槍框 拿個床架去燒了它可以煉鋼 我們今天當然是當笑片 但是你想想當日有沒有人提出一個批評 這樣是練不到鋼的 沒有 這麼簡單的common sense 都沒有人去指出 第二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一某田可以種到多少斤稻米 這個是科學 這個不是常識 中國這麼多農業專家 就算殺了一個馬人初都好 這麼多人口專家 為什麼沒有人可以阻止這件事發生呢? 那就是政治問題了 好了 我們不可以用西方或者香港 一個這樣的common sense 去理解中共 所以今時今日 剛才徐教授提到 張維瑩在北京的國家發展研究中心 那篇文章很重要 有機會大家看看 它裡面講出一件事是什麼? 是因為觀念上 對改革開放認識的錯誤 導致今天中美 是貿易戰陷入一個新冷戰的困境 這個認識的錯誤是什麼呢? 就是它總結就是說 因為中國無色 因為中國無色 所以中國能夠實現這個經濟奇蹟 大家聽到它耳熟能長 是嗎? 為什麼會重新這麼大膽去批判中國模式呢? 它就說因為會將中國 帶入一個災難性的深淵 因為它從經濟學者 你知道它的背景 西北大學 牛津大學 然後回來北京大學 做一個其實國內 應該是一個挺有影響力的經濟學者 他跟這個 西銀是誰? 林毅夫 兩個都是相當大的影響力的學者 為什麼這個時候 中美貿易戰寫一篇政治不正確的文章出來 就是它說如果我不說的話 這就是我自己有負於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使命 為什麼呢? 因為它說很簡單 從舉的研究看得很清楚 我們香港人個個都知道的 其實 中國實現經濟奇蹟是因為市場改革 不是因為共產黨廉潔無私 不是因為國有經濟 亦都不是因為公有制 正正剛剛反過來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 對我們這一代來說是common sense 其實 中國在體改所趙紫陽的年代 的體制改革是什麼? 是正黨企分開 是黨 退出那個企業決策 退出高等院校 以前就是包辦一切的 這樣才釋放那個生產力 第二樣張圍形提出就是 中國模式的錯誤是什麼? 中國從來沒有通過自己的創新發明 去實現這個經濟增長 一直以來都是偷人家的東西 還有借用全球化底下的人家的創新 來去套利 套利是什麼? 就是應用層面而已 那你何來有一個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出現呢? 其實這件事對我們香港人來說 一點都不陌生 我們80年代讀書的人 或者做生意的朋友 哪一個不是 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後回去設廠 開始慢慢看著 有私營經濟的出現 有民企的出現 記不記得那時候還有些民企叫做科龍 去生產那些電器那些 我們看著他們出現的那些企業 是我們香港人的經驗的一部分 但是為什麼今時今日 會整個故事反過來呢? 好了 究竟為什麼中共會對整個中國 從1979年到現在這40年 會有一種觀念上的錯誤的認識呢? 第一,出於民族主義的需要 這跟毛澤東當年 強調階級鬥爭為綱是一模一樣的 我覺得 所犯的錯誤也是一模一樣的 當時中共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了 何來階級敵人呢? 資本家都沒有了 好了 當時毛澤東發明了一件事 就是你的思想決定了你的階級 那你都說了 真是 喂,馬克思講得很清楚的 你是否佔有生產資料才決定你是什麼階級的 怎麼可能變成你有什麼思想 就決定你是哪個階級呢? 所以跟今天所謂中國模式所犯的錯誤 是如出一切的 我覺得 是基於對現實的錯誤掌握 這個錯誤的掌握是出於政治需要 是個別領導人的政治需要 然後將整個國家的發展帶進去深淵裡 我們可不可以阻止得到呢? 對不起,阻止不了 所以在這個層面 作為一個香港人是很悲觀的 1966年我們是否阻止得到? 你問回我們爸爸媽媽那一代 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我記得我小時候穿很多條褲回鄉下 大家記不記得? 是用油浸著的鹹魚和帶點飯招回鄉下 我們只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在1963年困難時間 或者大躍進的時候 或者1966年文革的時候 到我65年出生 我大約7、2、7、3年還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就接濟偷渡下來的表哥 就是這麼簡單的 香港人做到的事情 我們是阻止不了整個中國發瘋的 其實是 我們曾經努力 因為當時有英軍在這裡 如果不是1967年 叉頭沙頭角槍擊事件之後 其實香港已經解放了 如果沒有英軍 沒有帶輪子 沒有英國的航空母艦 在大嶼山 然後由直升機空降到中橋大廈 攻進去當時國貨公司的戰地醫院 大家記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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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詹史就是當時空降其中一個 軍警聯合行動的其中一個人 林詹史還在這裡 還沒過世 好了 香港人當時第一次移民潮是1967年 不是1989年 是1967 選擇走 第二 選擇遠離政治 我們父母就是選擇遠離政治 我出來從事政治工作的時候 我父母勸說政治是很骯髒的 形成了一整代人對政治的潔癖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我們是一種無力感的反應 那個潔癖是 因為我們根本知道我們改變不了它 好了,這次第二次發瘋了 發瘋的程度 我剛才說跟1966年一樣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這個是中美貿易戰是一個花生事件 如果大家聽我說的話 這個冷戰是 改變了1972年的體制 1972年 尼克遜訪華確認 中國可以拉攏去對抗蘇聯 然後1979年 鄧小平復出第一次做什麼?大家知不知道 攻打越南 這個是投名狀 這個是中美體制的投名狀 因為當時越南就是蘇聯的走狗 所謂自衛還擊戰 其實 不是因為越南侵佔了我們什麼土地 什麼都沒有 那個是跟中美建立一個 1972年體制之後 建立一個 所謂的 夥伴關係的投名狀 攻打越南 十年了 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十年了 到1989年才結束 中越戰爭是 我們六四聽的那首歌 《血染的風采》 大家不記得 以為什麼說八九民運 錯 是說中越戰爭裏面的解放軍 多麼悲慘 其實這件事是 好了 今次 你說它對香港的影響 我們可不可以獨善其身呢 就算 文革的時候可以 為什麼? 因為有英國軍隊在香港 這個沒得回頭 我覺得 就是說今次的影響會超越1967 為什麼呢? 1967年 紅衛兵在北京火燒英國代辦處之後 周恩來 就乘機 就去堆壞了這個文革牌 然後就結束了 12月結束了1967年的炸彈浪潮 然後跟著 就跟當時的英國政府合作 處理好六七暴動的問題 香港營利的就是1972年 麥理號那十年的黃金時代 成為今天的香港 就是說 如果我們從一個這樣的歷史角度去看回頭的話 我們已經沒有了一個屏障的時候 你就可以理解到今天發生的新聞是沒有了 包括 一萬億的填海 包括整個政府所謂的理財新思維 包括陳茂波所說會火炮央企投資一帶一路項目 你就會理解到為什麼香港會發生這種事 因為它不需要再用紅衛兵的方式 去實現收回香港 現在這個是實現收回香港的計劃 目的 目標時間是2047 當中國的中國模式 混合經濟應用在香港的時候 一國兩制還有什麼存在意義呢 當香港的主要投資是來自政府的時候 這個就是香港版的國退民進 國進民退 其實是一樣的 你看一下 如果一萬億的投資竟然是來自政府的 這個是不是我們香港 一路以來作為自由貿易 作為世界資本主義的核心 很多的自由貿易組織 的創辦國 創辦地區 香港是 關貿總協定 由關貿總協定GATT 演變成為的WTO 香港都是創辦的那個成員 我們一路是靠這個自由貿易 靠市場 靠國際的組織 去這樣發展上來 好了 然後共產黨的中國模式 就告訴你 自由貿易是不重要的 國際組織的責任是不重要的 國際組織是拿來什麼的 拿來拿著數的 這個中國模式 每一樣都是違反香港的核心價值 所以我作為香港人去面對這個中港關係 第一件事 你要問清楚 我們是什麼 我們要站在哪邊 我覺得這個很關鍵 等於1967年 你站在大輪子政府那邊 還是站在工聯會那邊 你想想 站在工聯會那幫人 你看羅恩惠紀錄片 你就知道 他們之後所受到的屈辱 人生的那種 即是已經結束了 今時今日我們都要問自己 以往我們曾幾何時可以兩邊都認識 因為當中國是走向世界的核心價值的時候 這個是一國兩制的基礎 也是香港人支持回歸的基礎 因為當時我們相信 中國最終 是會實現變成普世價值的國家 所以我們先支持一國兩制 即是說 同軌不同軌 即是那個火車 路軌是一樣的 車速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願意等 是這樣的一國兩制 所以說直接衝擊我們 不是在於我們炒樓 還有沒有東西可以撈底 這些東西 而是首先問一問我們怎樣站 你先 然後你才知道 今時今日我們做的事有沒有價值 還是浪費 即是等於1967年的明報 查良庸所做的事 一樣 當全國發癲的時候 為什麼明報能夠成為 海外華人的明燈呢 因為它反對文革 即是說今天反對中國模式 我相信是每一個香港人的責任 不是反國教這麼簡單 第二 就算是反對這個 明日大嶼山計劃 你都要放在一個中國模式裡去看這件事 這個不是環保問題來的 這個不是土地供應問題來的 這個是香港式的中國模式 即是國進民退的實現 即是說當那些央企 大家看到了 中國海外 中國建築 中國路橋 中國疏裔 這些公司 全部壟斷了六成多香港的公務工程的時候 你再給他一萬億下去 即是他就可以分多多少錢 大家又數得計 那你那些李嘉誠不走 還待何時 那你香港會變成怎樣 你想想想 將會發展下去 我相信李嘉誠一走 即是真的走了的時候 李澤巨都不會留在香港 他都會移民去加拿大 因為他已經是加拿大人 所以你要留在香港 你就會面對一個這樣的局面 這件事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 那你說會不會 習近平倒台呢 實現這個和平演變呢 如果你想想1967年 共產黨有沒有倒台 經歷過1966年到1976年 這十年浩劫 原廠都沒有倒台 一個這麼龐大的專政體制 是完全沒有公民社會 沒有系統性的反對力量的時候 所謂的支爆 的後果 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理想的 是吧 所以 就會有第二個可能性 會不會實現當年 大躍進失敗 共產黨召開 擴大會議 七千人大會 舉手逼毛澤東 退居第二線呢 即是要習近平退居第二線呢 很多人估計可能會出現這種模式 包括很多共和黨的智庫 觀察中國的鬼佬都會想 會不會實現這種模式 習近平比毛澤東聰明 亦都被他奸搞 他誅滅了劉少奇這些人 這麼悶言 毛澤東還要去到用紅衛兵 用文革才可以誅滅 因為大家這麼高這麼大 你現在問一下 有哪一個人是有能力挑戰習近平的絕對權威 有哪一個人可以夠膽下命令 是建一個50萬人的集中營在新疆 難道是新疆省的省委嗎 絕對不可能 一定是習近平 大家有沒有看BBC的衛星圖 在我們小時候唱歌 大阪城之歌 記不記得 黃樂斌的這個文歌 就是建在那裏 達阪城 其中一間最大最大的集中營 就是在那裏 我們作為一個普世公民 怎麼可能想像得到這件事發生在19 2018年的中國 是發生這樣的事 所以你不可以期望它短期內會倒台 而對香港的影響呢 我覺得 不是純粹是經濟關係 將來會不會有貨幣戰爭 貿易戰下一步一定是貨幣戰爭的 因為很簡單 中國的所謂中國模式的經濟奇跡 你只要比較一下中國的M2貨幣供應 和GDP的增長 你就知道 是完全和世界所有的發展中的經濟 是完全不同的 M2的貨幣增長以倍數計 比起中國的GDP的增長 就是說它是靠上一次 吳明德所講 印銀子的方式來實現經濟奇跡 然後再搞房地產 吸了那些錢 讓它不要變成超級通脹 好像委內瑞拉的方式 這就是所謂中國模式的秘密 如果Donald Trump這傢伙 計算數計算到連 郵政費都去動他 退出萬國郵盟 就是動他郵政費 他怎會不動他人民幣呢 這個才是最關鍵的東西 所以你說經濟的周期好 經濟一貿易戰帶來的 貨幣戰爭好 是會發生的 但是我覺得正如剛才徐教授說這些 有高有低 有危也有機 這就是作為一個投資者的看法 但是你說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不是只是一個投資者的時候 那是怎樣呢 那你就要接受 就算香港的群眾運動 社會運動 就算很簡單 香港的新聞自由 都是有一個對抗中國模式的意義在裏面 這個和過去是很明顯的分別 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是沒有國際意義的 香港人反文革是沒有國際意義的 但正如我剛才所說 黃之鋒站出來反對國民教育 中國模式是有國際意義的 因為中國模式不只是影響中國 也不只是影響香港 是影響澳洲、紐西蘭、加拿大 巴基斯坦、斯里蘭卡 希臘 肯瓦、埃塞俄比亞、塞萊加爾 這些所有一帶一路的國家 也都影響西方的文明 所以你問我 你說自哈也好 如果你作為一個香港人 這個其實不是香港和中國的事 不是唯獨是 好像我們反對文化大革命 反對毛澤東的激進路線那麽簡單 今時今日香港人的抗爭 其實是有個國際意義在裏面 亦都有個國際化的基礎在裏面 所以我們不是說 只是跳上手坐在裏可以 什麽都做不到 包括海外的香港人 實際上都可以參與 正正因為 中國模式是對全球的自由經濟 自由貿易、國際條約等等的威脅的時候 這個就是有個國際化的背景在裏 那我講到這裏 我講到這裏是很高的 記憶是非常好 我聽見我都很感動 但是 他說兩點是很重要的 第一 就是我們香港將會 就會被煙沒的 我告訴你 这就是上头的意思 收回香港不是派解放军来收回你这么简单 不用的 我跟你说 你看现在在东京香港的展览会 香港的名字不是叫香港的 我们叫BBA 叫Big Bay Area 我哭你啊 我第一次 原来我们的展览是Big Bay Area 混蛋 第二就是 中国所谓的枝爆 大家不要当花生成 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有很多善良严妄 希望里面有人像7000人大会 逼他们退回异线 这个善良严妄 另外一种就是 像哈努妖夫 对贝利亚的形式 都是其中一个选项 但是我不是鼓吹 不是鼓吹 不是鼓吹 我在这里解释刘世良的想法 是吧 那 我更清楚 就是吴明德教授 吴明德教授 他人呢 他会很细微 是不是 你将你肚里面那条虫 都挖出来 告诉你 他会动的 你看看 所以吴明德 谢谢 谢谢 多谢各位 刚才徐教授说 特朗普只是听一两个人的东西 搞到现在天翻被覆 因为那一两个人有了到 对吧 那我们呢 其实 仔仔一堂 第一呢 如果我们做人呢 如果听一两个人 听一个人 代人处世呢 听阿蕭 听阿蕭若元先生 你就呢 其他人不用听的了 你就知道如何代人处世 第二呢 真的很多谢蕭先生呢 提供一个这么close的环境给我们 现在坐在这儿聊天呢 好像一家人那样呢 很自然呢 流露点真情 所以说的那些呢 就是我们未必是对 不过是真心话 那 那 细梁哥 阿徐教授 铺短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呢 让我呢 就是继续延伸下去 快点入定题 是啊 细梁哥 细梁哥 我说呢 就是 1996年之前 我们香港的政治环境呢 就是 我们都是做 在香港做生意啊 或者从商 或者打工的人呢 对商业呢 这个模式呢 很容易形成 97年前 我们香港呢 就是export and import 就是跟我们中国的关系 一国两制呢 97年到2047年的关系呢 就是我们叫做 如果你搭飞机 我们经常怀疑一顾 就是 strategic alliance 这支咪好像有echo 这支咪好像有echo 我也是延续它 一支咪也是延续它 那么 那个strategic alliance 什么概念呢 就是 大家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 我们中国最好的东西 就是资源啊 是它的人口庞大啊 consumption 足够 我们的资源呢 就是 我们有一个封口的财政储备 我们有一个呢 很强劲的资金流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强劲 那这个是我们的强劲 那这个是我们的强劲 因为呢 在两地交流的时候呢 和两家公司做生意呀 和两家人呢 的交往呢 也不认为 我有什么strength 你有什么strength 大家拿些strength出来 就是大家互相交流 到了2047世良哥說 到時我們回去的時候 就已經變成中國的subsiders 即是它是直屬公司的 所以我們要有客觀 即是我們不用悲觀 也不用樂觀 但是我們因為我們是educated的人 所以我們鋪陳出來的客觀 條件是什麼呢 就是由彭斯講起 彭斯講了給我們聽 余嫂佳珍過去 由1911年講下來 講到下來就是什麼呢 原來最近加入WTO這17年 我們的GDP增長9.2倍 為什麼呢 就是細良哥說 我們想主觀願望西方世界 就是當你能夠富起來的時候 你們的中產階級 根據外國人的思考模式 資本主義的思考模式 自動會進化的了 你們由那個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的國企的經濟 會變成我們私企去dominate 但是呢 他就偷換概念 我們的共產黨 我可以用WTO 作為世界工廠 但是我不是用逐步逐步叫做 我們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 是希望將國企轉變成私企 然後有個速度加快 來解放生產力 初時起步系 特別是在01年到07年的起步系 但是呢 之後為什麼起步不是呢 因為呢 自從外國呢 08年開始 有個金融風暴之後呢 美國和歐洲的國家呢 在經濟上病入高方 要自己處理的時候呢 我們那個自由經濟 資本主義就變成 權貴的自由經濟 有紅色資本家的自由主義 那變成那個概念 一換了之後呢 靠什麼呢 靠我們印多22倍的 同一時間17年呢 GDP增長9.2 我們的M2 即我們的港義貨幣增發量 增加了11倍 去到180萬億人民幣 但是呢 那些印出來的錢變什麼呢 他說有地產索了去 那些 擺回經濟增長 尤其是最大的地產索了去的那些呢 全部是給那些 有權有勢的人呢 透過那些國企啊 透過那些企業呢 買了那些樓 那就儲存了那些 那些出了來的那些呢 M2 那你記住了喔 M2呢 就是增長了11倍 但是呢 債巷啊 是增長21倍 那這些是客觀數字的 就是在外國人看呢 就是 你的老本遊戲呢 就是 將你的GDP9.2 是因為你印銀子 印到M211倍 然後將M211倍呢 就用一些樓錄住它 變成是債巷 就是22倍 那這個世界怎麼會 就是這些是什麼 新式的資本主義啊 所以呢 他要想啦 想了之後呢 呢 發覺拆了個局 原來你只不過這個 新式的資本主義呢 呢 就是把所有的生產力 就是14億人民的生產力 貢獻了給你呢 9千萬黨員 那所以才有一個人呢 可以呢 只是一個呢 副部長 即是財政部副部長 要養138個女人 用141層樓 然後呢 自己在家裡 給你找到的存款呢 是20億的人民幣等值 不過不是人民幣 是四種外幣 然後大膽到呢 包天到呢 就是呢 用回自己的名字 擺在國內的所有銀行的戶口 六百億 那我要逃難的時候呢 外面呢 還有三百億在外國 是我的戶口 不算 不算我在外面的女人 那一百三十幾個 是啊 那你說 這個是做什麼 這個只不過是做財政部的 副部長 那這個財政部副部長 為什麼呢 因為正部長呢 是真的沒有空 他搞政治 副部長呢 就是所有些什麼呢 啊 蕭先生就知道 他做主席 他哪有空 但是呢 他要夾著那些是 常務董事 那些常務董事有權 什麼呢 給個例子 你也知道 歐文龍不是常務董事 是吧 不是主席 那你是誰貪 就是那個常務董事 才是有空 去吹一下歌 唱一下歌 那些 一個副部長就是這樣 很多人不明白 為什麼那個 國際刑警 拉回去做什麼呢 拉回去呢 你知不知 他最大的抱負是什麼 他最大的抱負是 你要看他以前做什麼 他做了十幾年財政部 是 中聯辦 也是 中聯辦 也是 為什麼要跳下來呢 財政部 因為他起步在那裡 好了 那這些客觀條件 會怎樣影響我們香港呢 當你知道之後呢 別人現在中國說 我說了一些好事給你聽 是吧 我虎口婆心告訴你 我想養大你之後呢 你歸順我的資本主義 但現在這個是美利的誤會 那為什麼他會說呢 因為他呢 知道你的優點 就是增長九倍 全世界的人不知道呢 你的弱點是二十二倍的債貨 我就不說 我只是 我一個人說給特朗普聽 特朗普啊 出招 死定了他 因為 除了五千多億對 一千五百億之外 這刻死定了之外 還有他呢 是積弱 即是呢 他有很多呢 暗病 那些暗病呢 就是心肛脾肺腎都膨脹了 所以你想打擊他的時候呢 出兵招他都死 因為呢 他是一個資本主義 權貴資本主義呢 帶出來呢 就是債案膨脹 那這個也都回應了呢 蕭先生在開場的時候 為什麼一氣呢 一氣呢 會一千條拉給他 一萬億呢 一萬億就是權貴資本主義嘛 我需要嘛 我需要一萬億 撐起整個汽車業嘛 因為汽車業呢 在國內現在是第一個產業 出了來呢 最受影響嘛 我一不做 一做呢 權貴資本主義就是 我們呢 就要吃光整個市場 所以呢 跟著下來 有很多產業會做的了 那為什麼現在可以出手呢 就 因為阿習呢 休養生息了六年 一二年呢 到一七年呢 就開始呢 部署他 奪軍權 那麼去年才拿到公安權 因為呢 奪不到公安權 就會警察和軍隊打 所以呢 奪完之後就安心了 不過他發覺一樣 有權有勢 沒有錢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呢 最急速呢 就不是鄧小平的 一九八 一九七八年開始 是加入WTO開始 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 就到了一二年這些時間 那二十年 哪個人最賺錢呢 常外邦 江澤民 朱鎔基 跟著去到呢 曾慶紅 那些錢在他們那裏 多少啊 用20一二年 施諾登那個數呢 怎麼說呢 就是他在西方的CIA 和他們那些 有公信力的機構 只是拿到一個數據而已 那個數據就是 有三萬八千億的美元存款 是用在中國的高官的名義存落 在國外 那這個呢 為什麼我會常說這個號碼呢 因為這個是 外國那些機構呢 做出來的 只是數你中國權貴的名字 放在外國 頭那一千個 說二千個 已經拿到三萬八千億美元 那這個概念是什麼呢 這個概念就是 我們的GDP在今年 全中國是十二萬億 如果你要回到2012年 即是有三分一的GDP 已經被這些人搬過去 不算 所有的物業 用來裝女人的物業 在外國啊 不是在國內 另外一個概念就是什麼 我今年閉關開始 我不會再有GDP增長 我可以呢 只是這三萬八千億 已經可以等於六年的 平均GDP增長 即是說我 阿澤看得很清楚的 我有權有勢 不過沒有錢 我要拿些錢回來 范冰冰是一個例子 一個范冰冰 就叫你 在外國搬10億港幣回來 因為呢 裡面就計8億8人民幣 其實他說我不要 人民幣我自己印 印一萬億都有了 我說要你在外面 拿10億港幣回來 然後呢 外面的明星呢 你現在是明白法哥 為什麼呢 說那句話 那些錢呢 不用 即是 我花得多 因為你拍完那一套 鵝虎叢龍 拍完那一套 什麼 滿城盡是黃金甲 有人問他 你好 簽得不可以 立即身價10億 拍一部電影 不過這樣啊 你只是代了一千萬 陰陽合同 對 陰陽合同 法哥說 我沒命響 所以他不做 我們有個叫做鄭家榮 拍一集要一百萬 他就做了 那對了 現在就清場了 逐個計 小山式的女人 那你要拿回多少 最少拿回一千億 只是這個 娛樂事業那個 拿回一千億 誰幫他計的了 恩先生 因為他最喜歡娛樂事業的女人 所以 逐一飯來 他現在沒有錢 那他下一飯是什麼呢 就是這三萬八千億的等值 只是說存款了的美金 還沒計他國外的那些 買什麼酒店 買什麼 MGM的娛樂事業的那些 那你就知道 阿澤為何現在 夠膽跟你美國捏 因為我利用這個機會 去掉了所有那些 過去二十年賺錢的人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死定 逐個拿出來 跟他鞭打他 因為個個都是貪 所以你要知道他的策略 那你離開我們現在呢 我們為什麼呢 我們不用猜的 我們擺在我們桌面 是什麼 我們選得林鄭月娥上去 我們選得 被選得 因為我們有1200個選委 代表我們 選了他上去 那他可以跟習近平平排行 即是說呢 他可以跟習近平聊天 那他呢 有什麼理由 1700億的風景 是沒有配套的 就是如果你一說出來 當然有之前有很多的 Advisor Consultant 幫你做完整個超玫瑰園計劃 那麼 細良哥就知道了 以前做 政府智囊之首 當然是很多 Consultant說 我這1700公斤 起完之後 未來三十年 是去哪條橋哪條路 駁去屯門駁去香港 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是很急的 離得 離得很急 就要配合世界的形勢 世界的形勢是什麼呢 中美進入冷戰 即是說我們以前的防衛力量 因為我們香港的防衛 外交 是交給我們中央的 中央說要把防衛線 在南中海的防衛線 別人不讓我建 人工島 別人不讓我建 島礁 我要想的是 退後 100公里 最近南中海的陸地在哪裡 環琴 香港 就是最近南中海 這條是第一條防線 以前是推前200公里的防線 推不到的話要怎樣 縮後 所以你要記住 如果我是阿世良 認識他的助手 現在做了政府的首席 打個電話給他 那一千七八公斤 是要像 張鈞澳 今天 長江那個配角 日速康城 告訴全香港人 我們要做堆田區 那一千七八公斤 我們會逐步來 因為堆田區 是一個最有環保概念的地方 全香港人會支持 是不是 我們未來十年 會有新的堆田區 在那裡 OK 好了 如果你配合到中國 這樣想法 你就會知道 然後你就會告訴他們 我現在最強項 是有現金樓 最強項有 一萬一千億的 真正正的外匯儲備 港幣 那我可以拿二千億出來 就是我上一次 一路兩三個月 都說 我可以來租地方 租福田 立即解決了 我們香港的居住問題 福田的一地兩檢 法律程序問題 搬回福田一地兩檢 租多少 租二十九年 然後呢 我們那個高鐵 又解決了 因為呢 大多人要在那裡上班 回來香港 這個才是真正的 去幫香港 解決問題 這樣呢 你以為這樣不行嗎 以前就不行 因為以前呢 那些大婦走出來 你有錢我還有錢 我現在拿錢來買你 海航買你那些什麼地 但現在時而世遇 上海幫要撤退 沒有錢 所以呢 國防空虛了 才在扔販冰冰的一千億 對吧 現在你說送多兩千億給我 我叫我做高田 福田 你千萬不要用香港說 福田都租了給別人了 讓別人入住了 傻的 在中國 只要清場 一天就可以了 對吧 所以是做到的 最重要呢 就是主子 開不適合主子的心頭 所以你告訴這個首席 助手 叫他通傳林鄭 跟他聊天的時候 跟習大爺聊天 話聲一個 又有錢 立即現金貨楼 對吧 又有面子 因為我們是堆田 我交代到香港人 那麼 那些大型機器那些 到時 填海的時候 是用來做堆田 需要就需要 不需要就不需要 錢呢 我可以名正言順開張票給你 全香港人都喜歡的 我租你前海也可以 再租你東莞也可以 那我就有錢了 我解決了所有問題 那麼 所有地產佬 立即要將他一千公頃 那些農地 鬥快扔出來 又解決了香港的地價問題 你做特首也可以 是嗎 不是啊 你是這樣 因為我們要客觀 客觀的意思就是 形勢是這樣 我改變不了形勢 就是天要下雨 娘要介人 改變不了 但是我們香港人是聰明的 因為為什麼 我們上一年代 有蕭若元先生這些智慧 提升我們香港人 去到現在的平台 才有細良啊 阿徐sir 我們這些人 我們在這裏 是嗎 是嗎 就是 看能不能黏得到 好了 當你明白這一個配套 就是說 那麼 所有中美貿易談判就是 我們香港有機會 為什麼有機會 因為如果我解決了 糧食問題 解決了 所有的居住問題 我們的成本減一半 是嗎 那我們想想可以幫他 接著下一步 因為我們已經談攏了 你記得嗎 2047前 我們也是 Strategyic Alliance 再想想我們 是金融中心 我們開始幫他在前海 建造現在好像 葡東那樣的大廈 沒有人的 為什麼 沒有人才 沒有人才 其實人才在香港 為什麼呢 有JP Morgan Chase 所有全世界最先進的 我們的金融機構 而且這些金融機構 正正我們中國最需要的 就是 它最差的就是 資本市場 如果能夠把這套 帶去前海 因為 去到那一刻 它信任了我們香港 有這樣的能力 和資源 那我們就可以開展 我們接下來 這二、三十年的工程 這是因為 解決了互信問題 好了 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香港 把所有籌碼 放在習派 因為 我們需要明白 客觀了解我們的國情 我們的國情是 什麼呢 就是 習派去對抗 不是習派 你說 對抗不是習派 的話 是什麼呢 就是習派一枝獨守 因為我們坐拳 既然坐拳 即是我動用所有資源的能力 都可以 如果這一局一輸 你該死吧 當然 林鄭 林鄭 你也告訴你的助手 林鄭 你知不知道你的身份 你的身份 是最高執行力的CEO 不是最有頭腦的CEO 如果那個CEO 就應該找蕭先生去做 然後他就做COO 蕭先生不會理你 做COO 因為蕭先生不喜歡執行 那一刻 他喜歡想 所以你學習 學想事 不是做什麼想事 是學想事 就學蕭先生 學想事就學阿細娘 但做事就學阿林鄭 那既然林鄭是最高執行力的人 那他就應該和阿習 就不會害怕他了 即是他不會害怕他 取他的位而代之 那他跟他聊天便容易了 聊天容易的時候 就告訴他 全香港的人 會站在你那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把我們的 一萬一千億 放在這裡 好,謝謝大家 大家聽到很精彩 是不是 世事就好像人生 我跟你說 我也想不到明德說 這番這樣的說話 是不是 我以為我自己是習派 他原來想做習派 用習派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是不是真的可以實現呢 我覺得他只是遊戲人間 我個人覺得 為什麼呢 劉細良說得最清楚 有一件事 目前的問題 不是說我們還可以生活 還可以炒樓 或者還可以頂兩夜 你知道嗎 我說這些 我們根本不能頂 一句說話就是 你看 前一段時間 他就走出來 和劉鶴 和 逆江 郭樹青 整班契弟 出來就說 我們不是國進民退 我們錯的 這個錯的 錯的 所以說到 斬釘截鐵 你知道嗎 還有五六七八九 你也知道 然後告訴大家 民企的重要性很重要 百分之五十個稅收 百分之六十八塊 百分之七十塊 在哪裏說 劉鶴 大哥 劉鶴親著告訴大家 所以他說 如果外面說 國進民退 這個觀念 是完全錯誤的 我聽完 那晚吃飯也舒服一點 誰知道 我昨天 有個朋友跟我說 喂 現在裡面 之前我最討厭的一件事 就是叫民企 包括米米 但是要開個黨委 喂 大哥 我以為他說完這番話之後 以為靜了 這些東西應該收回檔 對嗎 起碼也收一下 然後不是 那女兒說 混蛋 現在民企 上次又追 喂 什麼時候 喂 喂 喂 你的黨委什麼時候成立 他說我們太小 小不要緊 聯絡幾間一起 可以聯合的 喂 你還在說什麼 所以 你又是正能量的 你說一說 我告訴你 如果我們香港 如果大陸 真的一意孤行 走上那條道路的話 我想那個巨浪 我們香港怎麼都逃不掉 不要以為他們這麼厲害 更何況我們現在沒有英軍 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嗎 所以 這個形勢比以前更嚴重 雖然大家有時候會想 1967年 1966年 全國人民 全部都發瘋 都還沒倒 那時候我們香港 他說 很奇怪 香港好像頂了兩夜 這樣 但是現在 似乎不都是 尤其這次我看到 那個展覽 說我們香港的名字 我們叫BBA 的話 我們很糟糕 開始有些問題 所以我讓小生說 小生 你先說些 我講幾分鐘 我講講範圍 這個給大家聽聽 那是讓幾個講者繼續發揮的 其實你有很多 我們會面對一個問題 永遠 就是一個 academic來說 你就有很多問題 很多方法去切入 去看同一個問題 看香港的影響 我就用critical thinking 告訴你 其實只有五個範圍 然後你就猜 每樣東西的probability是多少 然後每樣東西 對香港的影響是多少 第一樣 就叫做 美國 結果它的主要要求 全部放棄了 就back down 於是 依然是 中國假裝買多些東西 於是 就business as usual 那麼 香港的經濟環境 所要面對的東西 就只不過是 大陸這個債項 地產 這些走下坡的情況之下 對香港幾大的影響 這就是scenario number one 所出現的情況 但是我都傳了兩篇東西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個 除了彭斯說的話 還有 魯比奧和民主黨的人是怎樣說的 基本上 這個是一致的共識 就是覺得 中國是首席的心腹大患 這個已經是一致的共識 好了 第二 就是雙方達成某種中等程度的妥協或者停戰 令到這個局勢沒有再惡化下去 那麼這個呢 我覺得目前呢 我們最善良的現況呢 就只可以去到這裏而已 其實 因為美國不能夠逼得太急的 就是逼得太急 是美國也會傷的 就是最好在十月底 就是作出某種程度 雙方交換了一些利益 譬如說中國 就是交換了 不再侵犯知識產權那麼厲害 就是減少一些補貼 然後呢就是這個 來到放大市場准入 是停戰的 但是這個是停戰 一兩年後再吵過 因為中國一定會作弊的 就是其實美國讓你停戰 因為它知道你作弊 將來就再對付你 這個只不過是這樣 這個就是 因為它需要時間 那些產業鏈搬 CUT手術 這個Decopering的手術 是需要五六年的 我算過要五六年才搞得到 其實是 不可以一下子弄死你 弄死你 他也會死的 好了 第三個 scenario 就是 中國接受了美國的大部分條件 這樣的情況之下 短期內 大陸的經濟的水份會被擠走 但是長遠來說 就是說那些國企 又變成了私有化 這個大量准入 這個不侵犯知識產權 中國政治沒有放鬆 但是經濟上市場化 長遠來說 這個對中國有利的 但是這樣呢 我可以告訴你 幾年內共產黨就亡國了 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他對社會就失去控制了 這件事是 這個是scenario number three 你覺得這個probability是怎樣 我覺得有習近平在這裏 這個基本上都不用忙 這件事是 scenario number four 構成準冷戰狀態 變成了冷戰狀態 冷戰狀態一直惡化 這個關係 惡化四五年 去到全部decoupling了 那這個situation呢 我唯一可以歷史上可以比的 就是韓戰時期 是那時候一夜之間 香港由轉口港浮 變成了embargo embargo 我可以告訴你 我親身經歷過 他們太年輕了 是二十幾個percent失業率 香港的賺食的本錢沒有了 就是我們那些trading 那些logistic 那些生意 finance 那些全部沒有了 是到處都是 派 那些靠 靠這個 美國那些 那些教會 來派奶粉 派煎 這樣過活的 要派救濟米 就是這樣 是十年後才 重新找到自己發展 這個經濟這條路 就是這樣 是最慘淡的時刻 一九五幾年 但是當時比今天還好 因為還有英國佬這個防火牆 今時今日 香港完全沒有這個防火牆 所有embargo 會包括香港在內 現在你已經看到了 大陸是 美國開始不批這個 這個理工學生去美國就讀 是包括了港澳學生在內 因為這些大陸學生 用什麼假裝港澳學生 是不是 台灣是例外 所以你先去台灣 這個就好些 由台灣去就好些 好了 那第五個當然最惡劣的狀況 就是在南海 如果這次說不定 12月一定有 全球性 CNN說 軍演 在南海和台海 看看共產黨的艦隊敢不敢開出來 開出來 布爾頓就說明 美軍已經受令還擊 即是擊沉你 那就是 我也說了 一路發展下去 最惡化的就是 變成核子大戰 核子大戰 我們有個好消息 就是這個 美國不會炸香港的 因為香港很多外國人 很多外國人 但是 可能會搭深圳和大亞灣 這都是大機會 所以都不用想 這個情況 大家都不需要考慮 這個情況 考慮到 就是 情況 最悲觀 就是 情況 第四個 我已經想要移民 連我這麼強硬的人都要移民 唯有移民一條路 就是這樣 我給幾位講者繼續發揮 很久 那我 跟一跟蕭先生的題目 講一點我的看法 我覺得二和四是比較 機會高一點的 但是除了二和四 我們還要想的 就是 其實我是想不明白的 所以 都是提出一個問題 讓大家 給一些意見 就是 問題是什麼 就是 問題就是 在 上面的意思 如果他發瘋 純粹發瘋的說法 就想不到 因為他發瘋 但是如果他 稍微理性一點 他怎麼看香港 他想怎麼利用香港 如果是二那個情況 或者是四那個情況 好 他是 想積極做多一點 搞亂這個兩制 還是 無論做什麼 都是美國老 都是對 香港是內地的一部分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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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想留下槍口 現在看來 我不明白的 就是 不明白的就是 他做很多事情 都好像不介意 那樣的 我不介意他有什麼好處 其實我就是不明白 比如 前一陣子 FCC那件事 很多這些 都給人的感覺 是 我告訴你們 總之我不理國際形象 不理香港 因為 其實 你說我覺得 大陸 他說要 郭進民退的 我也明白 他有個邏輯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除了發瘋之外 有他的原因 民企 有些是想救的 因為 我救你的話 我就是要進駐你那裡 所以 所以不是說 從經濟的角度 都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但是 香港這麼小的地方 在一個窗口 見了這麼多年 從大陸很窮的時候 香港扮演到那個角色 是幫得到 幫得到內地的 到今天 形勢 他知道有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他再 就是 除非他覺得是沒得搞的 美國一定是要搞香港 香港一起 一起陪葬 如果不是的話 我不明白的就是 為什麼 不會想一套方法 或者香港人怎麼提議 好像 明德這麼說 自己 做回自己一點點 或者提示 上面 阿爺就說 我們其實可以 扮演到那個角色 是緩衝得到 是令到 你相信我們 我們會幫得到 打這場硬仗的 我這個就不太明白 尤其是 怎樣 影響到香港的 發展經濟的時候 尤其是 不是每個人像蕭先生 那樣移民的時候 那究竟 香港人可以發展 可以做些什麼 當形勢 只是不好的時候 怎麼可以令到沒有那麼不好 又或者是怎麼樣 這個是想大家 討論一下 或者是給一些 教授 我想你稍為 忽略了所謂 意識形態 這方面的影響 我覺得大陸現在目前 最大的危機 是在乘近平 這個真的是 必須指出的 你想想他現在目前所做的事 他不習慣 即是西方那一套 或者普世價值 或者其他 那些民主 那種方式 對他來說完全 他覺得是廢話 他仍然是相信一套 就是由他講 這個世界 所以包括劉亞洲 你知道嗎 是一個紅二代的將軍 那些寫篇文章出來 當然他接著沒有 他說 十億人的腦袋 只是跟著一個腦袋轉 那就是哪有前途 那就是事實 你看前兩天 那些街道委員會 在北京 其他人叫他們出來幫忙 來出動 他說 大家好像正常地出動 不過這次搞清楚 這次不是抗日 這次是中日友好 大家千萬不要搞錯 以免搞出笑話 這整個國家 根本全部都 你說他是烏鴨 是不是叫烏鴨 不是 是英武 你覺得這個國家 你怎麼辦 但是他現在就走向這個方向 劉西良說得對 鄧小平那一套 為什麼 一國兩制 為什麼可以回歸我們而接受呢 因為我們聽那一套 聽得很順義 我們覺得他走向這個方向 是我們所理解的 你明白嗎 跟我們所想像的一樣 只不過是快慢的問題 我們等等他 他走得慢 我們遷就他 這樣而已 大哥 如果你相反 那又有些不同 阿哥 要個個身後轉 大哥 那真的很不同 大陸現在出現的情形 真的這麼嚴重 你跟我們說 千萬不要大家 輕視一下 你看看他對林鄭 你明白嗎 對我們現在香港目前的問題 他什麼時候尊重過一件事 你將會 我這樣說 會事務幾彈更大 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就這樣說 經濟不經濟 如果中國走這條道路 正如彭斯說 對吧 Mike Pence說 大哥 你真的跟我們完全相反 你就是這個世界的危機的製造者 你就是我們的敵人 你知道嗎 我們一定要解決 而中國就要走上這條道路 就是這樣 他叫做中國模式 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世界就是 很離奇的 對不對 我不想說這麼多 OK 以免吧 劉世良 OK 阿世良哥 我剛才回答 教授的問題 其實 首先我們 我經常都說 共產黨是什麼呢 它是意識形態和理論先走 然後通過意識形態和理論 去詮釋世界 再決定它跟著怎麼做 所以為什麼它這麼重視歷史 是有原因的 這種思維模式 跟香港人 我們一般的訓練 是剛剛調轉的 香港人就是problem solving的 解決問題的 你不要跟我說這麼多 這些罰計 什麼理論 好 我就說 中國模式的問題是什麼 它建立了 其實我們80年代讀 發展社會學 其實誰沒有讀過 當時叫做四小龍模式 我還記得 有條粉腸寫了一本 叫做富高爾哈佛大學的教授 寫了一本鄧小平傳那個人 就是最吹噓的 這個日本模式 是這樣起家的 日本模式是靠什麼 通產省 我們叫做MITI 然後集中 最厲害的東京大學的官僚 結合日本的財閥 三零三井住友 然後組成一個京團連 在自民黨裡面領導日本的產業政策 那個就是共產黨 然後跟著就是產業政策 跟著就是財閥 財閥就是國企 好,你看南韓也是一樣的 你看現在朴槿惠的醜聞 你看到的 那些財閥集團 根本就是跟共產黨一樣的 又是勾結那些政客 沒有一個南韓的總統不下台 下台之後不坐牢的 你想一下 李明博也是 勞武元自殺 文在寅就快下台了 不知道怎樣了 這個就是四小龍模式 台灣也是一樣的 好了,但是你想回頭 王滬寧這班的仆街 為何度了這個中國模式 度了習近平升仙呢? 我就說這個是沒有學術自由 思想自由的結果來的 解決了你剛才的問題 為何他的阻禍不斷 等於毛澤東年代 人口政策 有個馬仁初出來跟他困 結果輕賣 好了,你說有沒有人知道 這種80年代的四小龍模式 有他的條件限制的呢? 上一次我們都說過 四小龍模式是以美國為主的世界分工的 他是將一個晶體判了給南韓和台灣做的 所以台灣可以在新竹科學園 可以去搞一個晶體的產業 能夠成功出口去美國 其實是美國授權去做的 其實是 三靈,大家知不知道三靈做什麼 美國戰機的雷達是三靈做的 美國的火箭 裡面的重要的零件都是三靈重工的產品 如果你去過三靈的博物館看 你就知道了 日本的財閥其實是美國的伸延 包括南韓的財閥 你以為只是做Samsung的手機嗎? 當然不是 這個是和中國模式有一個最基礎的分歧 是四小龍模式 是在美國為主的國際分工下的產物 在80年代 所以他能夠幫這些國家實現 由進口替代變成出口道向 因為是美國將他已經不想做的事分給你做 所以你做完之後出口回到美國 你就可以實現出口道向 好了,這班人拿了四小龍模式的一部分 其實就是淘寶 山寨的中國模式 就是中國的無印良品 這裏貼下,那裏貼下,湊在一起 拼湊出一塊這樣的東西出來 就告訴習近平 這就是解釋我們中國日後經濟發展的路線 習近平這傢伙有我信李銳的看法 他是小學程度的文盲 應該是 一看好東西,為什麼? 適合民族主義 當時中國是需要靠民族主義去管治國家 一拍即合 所以就變成今天好了 我經常都說 他就等於侯蔡恩的角色一樣 現在習近平 是自己進入了西方的敵人這一個寫好的劇本裏面 因為中國模式 如果張惠盈的說法就是什麼? 西方將中國模式扭曲成為國家資本主義 這個就將和中國的經濟衝突提升到文明衝突 你有沒有留意? 如果沒有中國模式 這個只是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 正正因為有中國模式 有一帶一路,有什麼全球解決方案 這些黃護靈度出來的東西 所以變成了美國人 就因利成變 你說他知不知道呢? 彭斯絕對知道 不過 他將你變成叫做 侯蔡恩那件什麼? 叫做大殺傷力武器 從來不存在的 其實 你問我 中國共產黨我認識的 到今天是什麼呢? 只是一幫賺錢的契弟 說什麼中國模式民族主義 都是假的 其實就是一幫賺錢的契弟 拿了這東西來用 美國佬也看到你用這東西 對 這叫做大殺傷力武器 就乘機再過你一動 叫做國家資本主義 張維瑩是看得出這個國家資本主義 令到中國陷入這個困境 你說他對香港的看法 他為什麼要這樣影響香港呢? 我經常都說大躍進文革 你看到1949年之後 中國最好的經濟形勢是第一個五年計劃 根本如果那時候一直走下去的話 是不需要等1979年的 但他是經過30年的阻禍 30年 你說是不是全中國的人都沒有常識的呢? 當然不是 所以我為什麼說1967年的故事呢? 你問周恩來 知不支持港共提早收回香港計劃 絕對不支持 你問周恩來 知不支持用解放軍槍擊香港警察 絕對不支持 但為什麼他要批准執行? 令到六七暴動火上加油的 六三社論人民日報 是周恩來親自批准的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特有的一套政治文化 左的錯誤 是執行上的錯誤 右的錯誤 是思想路線的錯誤 思想路線錯誤 就是說你的政治生涯結束 你的家人 你的政治生命 甚至你個人的生命都結束 但是如果左的錯誤 無論多大多大的代價都好 只不過都是執行的問題 是沒有成本的 所以在大陸做官 一定是將政策向左推 香港也是一樣 馬海事件哪一個人敢跟上面 國務院說 不可以這樣做 哪一個敢 一出來說 你是不是勾結外國勢力 好了 十年之後發覺 馬海事件是導致香港 有很大的影響 是沒有人揹飛的 其實 我想問一下1967年有沒有人揹飛 楊光拿大字經勳章的 其實 是比起林彬的老闆 是同一年拿的 還要是 何左姐是拿第二個 金字經勳章 其實是 大字經勳章同一年是楊光拿的 是兩個擺在一起拿的 就是說 告訴你們 楊光所做的事情 政治上是正確的 所以 中國的左禍一定會禍連香港 因為這個就是 共產黨本身的一套決策的模式 以及官僚行為的結果 如果你研究共產黨的決策 你就知道了 你不需要跟它有感情 你當它好像我們小時候 把蟑螂剪了腳 然後在那裡 在那裡玩 去了解一下這個共產黨的決策的過程 你就會知道 一定是向左走的 直至到結果是收不到制為止 所以你問 蕭先生所說的五個scenario 我覺得是一個過程 大家知道我說什麼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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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謝 謝謝 謝謝 各個都是思想 轉數又快 歪你成偏 對吧 我都聽 我請教你們一些事 為什麼現在美國 不是很好的嗎 声望又高,只有一个赌场的州,Nevada,共和党,其他,有些高30% Cincinnati,那些东西,那些声望不高,这段时间为什么股市又跌了? 大约到24,688,他最后弄得我头都狠了 教授,你先说两句,你先,OK 美国和A股不同,A股是一个国家对市场,美国是一个成熟市场 全世界的投资那些基金都在美股做一个,叫做Benchmark的动作 它很坏就代表全世界经济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Dao's会一路破顶破顶 由14,700,他已经说偏高了,偏高傻的都会走到26,600 原因是什么呢?人家每一季出的数字,是反映30个公司 这30公司都是全世界的公司,它有六成的盈利 不是在美国的经济反映的,它是做世界的贸易 哪些公司?Cocacola,麦当劳,Caterpillar,波音 全部都是做外国的生意,人家有实质支持的 实质支持是什么呢?正常我们叫做股票的模特 叫做Capital Aspricing Model 你whatever的名字 总之是有专家透过一些模特 说如果现在的盈利继续这样增长的话 它的price earning ratio 要去到这个位 当然现在说偏高,偏高,偏高 现在是历史三次,由depression到金融风暴 最近的,到现在都是属于偏高 但偏高不等于它要跡倒 因为剧情需要 剧情需要,它未来这一两个星期 都会在这一千点到逢筹 原因是有人偷暴 即是去到二万六千六 我当然要做它下来一两千点 才等到十一月一六号 这是短期效应 但长期效应它会下跌的原因 就是因为当我们制造 它制造南海的战争 那个紧张形势的时候 一些经济的组织 譬如IMF、细银 它出来估计的经济数据 要跌1%全世界 不然会因应这些东西制造它 下来割羊毛 因为想想下来都是这样 不过,在美国的股市 就是用数据 用Fundamental去支撑 长短来说 当然是用这个 中期来说 就是用我们的分析 然后短期来说 就是用我们的情绪 但是特朗普现在正在影响市场的情绪 但是中期来说 是会有少少压力 但是我觉得长期是没有压力 因为当我们 阿习和他演完这台电影之后 大家回归回 不过是反过来走 那我们世界经济又会 慢向另一个景观 现在其实举世都要留意有两件事 第一是发生了 就是我们跟中日友好 这个 这个 究竟 中日友好 会不会将中国 在这个泥沼里面 扯上来 我请教你们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到11月29日 他就跟他继续大佬 特朗普见面 他们两个一定会谈的了 那大家对于 对于他跟他大佬谈的那些事情 你们抱着什么态度 比如说 你自己觉得 有没有什么期望 或者觉得 什么 你刚刚去完白宫 你先坐下 徐家健 你讲讲白宫的秘密 你怎么看这两件事 我跟你说 我只是想出来 这样爆 不是 那其实是 我接触的美国人 他们是多 中产 不是说 讲政治那些 讲政治那些 他有意识形态那些 早就定了 就是 就算很多普通的中产 他都会觉得 是 中国是有问题的 就是最基本 他是觉得 知识产权那些 就是我都不知道 高层次那些 但是他说 知识产权那些 不给钱是不适合的 那这些东西 他们都会介意的 他们又不想说大规模 务力战 他们只不过是觉得 如果 有些东西你肯让步的话 那他又觉得 我们美国人会赚回的 那他就可以了 就是这些就是 一般美国人 中产的 看法 他又不会很 很 就是他现在是忍 觉得 特朗普做的东西 他是OK 我又不喜欢你这么说话 你做到东西 那我就 任由你 我就不出声 其实是有点分裂 他说 你做些疲惊的东西 我又不会骂你 就是我让你继续去 说一些古灵精华的东西 但是总要交货 那很多美国人 其实是这样的 主流看法 主流看法 就是说 如果中国肯 肯退两步 比如说 少点去偷东西 那就是 特朗普可能收货 你也觉得会是这样的 选民会收货 一般中产会收货 但是我也同意他 尤其是民主党那些 包括民主党那些鹰派 他们的思维是不同 中产的 他就真的觉得 这些是冷战思维 进入了一个状态 那这些东西就很视乎 上边是 南海啊 他会怎么做 这些一般市民 不是太关心的 这些市民中产 不是太关心的 现在有一点就是这样 一方面 经济方面 那 当时中国 上层也真的以为 是贸易的问题 所以 说出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的要求 因此他们有不同的对策 以为 你都没有发觉 不是 又派军艦 又在南海 又玩东西 待会又说 当你这样 又说退出 又什么游票 我都不要 待会又说 连WTO 我都不要 好像在玩杂技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 复杂点 你觉得 世良你会怎么想 你现在感情 你能不能看到那些曹光 你给我们听一下 基本上我看得比较灰的 其实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 首先看中美的友好 其实造就了香港的一国量制 包括 US Hong Kong Act等等 就是香港关系法等等 就是承认香港在97后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包括在战略物资的出入口 关税区等等 这些 你要记住 这件事不是凭空产生的 这件事是在邓小平年代 所谓攻打越南 和美国建立了一个投名状 在中美友好的情况下 香港才得过一国两制 不单止得到香港人支持 甚至得到国际支持 这个是有个条件在这里 我觉得 那你问 为什么美国会 有这样的改变 究竟Donald Trump 个人的因素大 还是 整个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认识 开始改变呢 我觉得是后者 不是Donald Trump个人的因素 Donald Trump是一个 执行者 其实他最想 他当初 我相信很多在美国的华人 都是投Donald Trump 因为中国领事馆 是mobilize他们 去投Donald Trump 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是生意佬 还有他女婿 他的女儿又那么贪 那就最对了 当他是乌干达的总统 找个何志平去搞他 就行了 当时我相信 中共的想法就是这样 好了 为什么Donald Trump 会突然间 由韦小宝 变成一个有 美国国家利益民族英雄 就是因为 我相信共和党里面的核心利益 是因为在中美的这种关系里面 已经逐渐逐渐受到很严重的伤害 包括石油公司 你看到 何志平事件为什么会出事呢 没有什么人 大家在笑他 只是说他在联邦监狱被人通贵等等 这个当然是 但事实上 你看到那个是中美在很多地区 包括达库尔地区 南苏丹、伊朗、敘利亚 里面的军事与商业石油利益的冲突 其实是 所以你说 那个中华能源基金会 其实是一个什么名字都无所谓的 但是 为什么何志平要坐牢 路长安要死呢 其实我觉得是后面摸摸 现在我们看到的东西 所以我就说 这个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受到损害 Donald Trump是一个执行政策的人 包括他对普京的政策也一样 其实他和普京的关系大家都明白 但是为什么他上了一场 到现在他都要对俄罗斯执行一个比较强硬的政策呢 我们不要将美国政治 用了延期攻略去看 延期攻略就是乾隆一人说了事 今晚我掀哪个牌就谁陪我睡 大哥 美国的政治其实不是这样的 美国是有它institutionalized的一部分 其实它是一个政治体制来的 其实是 好了 Donald Trump我觉得 他就发觉好像韦小宝那样 咦做呀做呀 真是做了英雄 做了英雄就开始加码了 就是做劲一点 那你说会不会谈得定呢 这个我觉得 一定会反反复复进进退退 好像跳tango那样 但实际上 中美两国之间是会存在着一个长期的紧张关系 首先你看到 退出这个中程导弹协议 根本的矛头不是指向普京 因为当时 因为苏联和部署在东德的导弹 是对着 当时的 北约国家 在欧洲的北约国家 所以这个为什么 中程导弹协议对当时来说欧洲是这么紧要 但今天你问我 普京还有没有能力去攻打欧盟的国家呢 我看不到 地区冲突有 克里米亚那些 乌克兰等等 退出的协议的目的是制行中共 这个他摆的姿态 你不管是真还是假 但他就会准备 我估计 计这个南韩部署撒得导弹之后 我相信很快安倍晋三访问完中共大陆之后 是日本韩国会重新部署中程导弹 这个才大事 现在不是八国联军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见到加拿大澳洲 纽西兰英国 美国所谓五个共享情报 在二次大战之后 共享情报的五眼国家 是不约而同地 他们的主流官方媒体 是对中共模式 孔子学院 中国操控媒体 中国操控当地政客 是全面这样揭露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集体行为 接着你看到那个军演 在南海的军事冲突 你要想一下 当然他可能会是一个剧本 但实际上 如果当他们的核心利益 是没办法妥协的时候 就算我当Donald Trump做了一届之后 由民主党重新执政 这个美国的核心利益 为什么Donald Trump会入阳入阁呢 大家记得他竞选的时候 那个口号是什么 令美国再强大 美国优先 好了,接着他发觉 我放这么多金钱 人力物力下去 在二次大战之后 建立一个经济援助体制 建立一个国际的安全体制 以及一个国际的贸易体制 你想想一下 这件事都是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 扮演世界领导角色的地位 的基础 然后你这条契弟 利用这些国际体制里面 我开了个场 你进来玩 然后你出千 你对彭斯来说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你来我的赌场玩 这个赌场我看的 你出千不止 你夹起那帮哈萨克 吉尔吉斯 烏干达 江果那帮粉肠 一起出千 然后跟着出完千 之后还说一起去 起他美注 我们买了这个赌场来玩 那这样就没得谈 我觉得真的 那个体制上的冲突 核心利益的冲突 你没有中非合作论坛 你没有上海合作组织 这些契弟的东西 美国佬其实坦白说 他看了何志平多少年 你想想 他为什么一直不动 他知道华为 是解放军在后面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直到你 已经去到一个地步 我说要跟你反抬了 我才会动你 所以我日期一 我已经说了 何志平一定不可能保释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等于贸易战 很多人以为 就是贸易的问题 其实那个中美贸易逆差 你记不记得两年前 还在那里猛吹 叫做 Pax America 就改做什么呢 就是America China 美中之间建立的世界和平 当时两年前 还在那里吹这些东西 一直买时间买时间 直到 就算他的企业要全年撤出中国也好 其实我觉得他已经完成了一半 现在 你问我 他不是现在开始的 其实 你看看一些美国的大型企业 撤出中国市场 你就知道 接着 如果你说 那苹果 我们最关心的香港人 就是如果不是 还是大陆生产 会不会很贵 郭台铭要走用什么 他的供应链要走用什么 现在先走就是那个 Airport的供应商 已经走了 其实如果红海集团要离开中国 回台湾用什么 你问我 对他来说根本没有难度 所以我觉得 就算在二十国峰会里面 两个领导人见面 无论他达成任何的协议 包括 如何拉拢日本也好 这个围堵 围堵中共 这一个这样的形势 已经不能逆转了 我觉得 是不会逆转的 其实 是不会因为南海冲突 而 有机会软化 或者中共 step down 而去解决的 我觉得 因为他还要 逐样逐样 一带一路 逐个project 现在是把他们摔倒了 巴基斯坦已经是 中巴走廊已经 已经开波了 印尼大选之后 已经是开波了 那你想想 如果去到这个地步 机器一开动 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 一按键回头呢 美国佬是不容易按键 但你看到他打伊拉克 打阿富 一按键就停不了了 我一直说 都说到政治我不熟 所以请教大家 一直都说到 好像美国没什么弱点 那样 但譬如我们看回他对北韩的时候 他好像有些东西 做戏 定真好 定假好 他好像肯让步 有些东西 因为有些东西 他做到 好像令到美国佬 那边 是有调整 那为什么北韩 那么穷的国家 他可以做到一些东西 让人感觉到 美国政府会调整 而中国怎么都比北韩强 那时候 他是不是 其实 是不是只是 说到形势的判断 就是 美国佬他想怎样 又怎样 围堵中国 那于是中国 就 只能捱打而已 做什么都是 那究竟 中国其实有没有 东西可以做到 一些 不是说 还拖 那样 是令到他 购买的时候 就是中国都不是 去到一个 那么弯的地步 是不是 我不觉得美国 是毫无弱点的 就是他一定 有些可能是 是 内地的官员 或是怎么样 未能想得到的 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可以令到平衡 可以在整个讨论里面 就是我只是觉得 我又不是 可能说到 什么都 最后的赢家都在中国 但是去到 讨论 转到另一个极端的时候 就变成了 好像说 是死定了 搞什么都是 最后都是 都是要 都是要 集炮二三十年 又未必去到这么弯 我又觉得 那究竟是 是怎么样 我想听一下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中共外交 不是外交 那么简单 中共外交同时都是内政 中美关系 也都不是外交关系 对习近平来说 中美关系是内政 这个是和美国处理 中国关系很不同 很简单 我举个例 瑞典那三个碰瓷 屈酒店那三条粉腸 怎么可能将中国的外交部 和駐四团的领事馆夹上马 包括这个Lin Lin Hong 就是在保守党大会 在英国打人那条CCTV 那个大妈 又为什么可能将一个英国领事馆 中国CCTV和国务院发言人 华春莹 都绑上马 对我们来说是匪夷所思 就是说今天 有个迷迷的听众 在这个长沙环偷东西 要说萧生出声 萧生说他偷东西 关我什么事 你明不明 就是那三个碰瓷 那三个粉腸 在屈人酒店屈不了 在那里点 其实和中国外交部有什么关系 你是想不到的 但是为什么他会拉上关系呢 这个才有趣 为什么外交 是会为了那三个碰瓷的 一个刁民 而去玉瑞典政府 因为那个是内政 这个才是中共外交 他最糟糕的地方 他不专业 不合逻辑 不符合世界的常规 是什么呢 因为他每一步 他才想到 包括马海事件 你问我 我当时处理过一宗FCC 我在政府的时候 就是米亚花路来香港 在FCC发表演讲 是要求中共 2008年惊澳之前 要求他处理达富裔的人道危机 要不然就要抵制惊澳 当时中国外交部是窄窄跳 要求FCC禁止米亚花路来香港 发表公开演说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提供武器 给达富裔军伐的 那个原来是何止平 现在就证明是 现在审计这件事证明 当年米亚花路说的东西是正确的 其实是 所以中国外交部才窄窄跳 但是当时是可以 给米亚花路说完 FCC是没有后果 没有代价 特区政府定得住的 当时 换过今天 大家都知道港独问题是中共自己搞出来的 甚至你说当时来说 达富裔危机 制裁这个杯葛惊澳的 远远大过陈浩天 但是今时今日就没有人敢出来 帮FCC说一句说话 包括马海的签证 没有人敢出来去抵抗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家都开始揣摩阿杂想怎样 我想了他想怎样才 我想了我做官才再想我做事 这个就是当日 为什么周恩来批准六三社论 和正式批准中央军委指使广州军区 军区都是这样的时候 你所有的东西 从我们的角度去看 就是违反常识 违反外交专业 甚至非理性 外国之所以觉得中国 是这么难理解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就是说 你不能假设他所有的军军 都是根据上一个常识 理性的事情去想 当他想了自己内政先的话 所以他的外交 当然美国我觉得未必 各样东西都会赢 但你回头看历史 由二次大战之后 在亚洲地区 跟美国佬银食就怎样 还是跟中共银食就怎样 你问我 柬埔寨 高绵 越南 缅甸 这个 北韩 是吧 跟中共银食 四小龙 全部跟美国佬银食 日本 是吧 你看到的 其实这个就是每一个人 我们心里面都明白 所以我说香港人自己要想 就是这个 我不是主观上想中国 想中国衰 但中共衰不代表中国衰 这个就是正正我们 由1966年开始 香港人自己有一套 对中国发展的看法 当他发疯的时候 我们就要站在自己的位置去看 究竟我们的 中国 国家利益在哪里 我觉得 其实这个 就算美国佬赢赢 其实跟我没有关系 我又不是美国人 是吧 特朗普是好人 坏人 是小人 是契弟 也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问题就是 当中国这种 这样的中国模式 一路走下去 这个是重蹈当年 毛泽东输出革命那条路 其实 你想想 彭斯那番说话 其实讲出一样东西 根本在二次大战之后 美国是无意和中共对抗的 你记不记得 Rest over China 就是这样 然后跟着 到中共夺取政权之后 美国 仍然是观望态度 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再见司徒雷登 拜拜 然后将国家全面倒向苏联 然后和美国开战 在北韩 在朝鲜半岛 将整个中国带入战争的深渊 上个礼拜 大家记不记得 10月25日 是韩战的纪念日 其实没有一个人记得 死了这么多人 这些事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仍然相信 中共有朝一日 他的有志之士 会令到习近平明白 现在所做的事是错 改缘更章 或者习近平有一天突然间 大切大怨的话 我觉得是不会发生的 我觉得是不会发生的 好 好 现在这样吧 那么难得 有位举手 我让他说 好 让我说小案 让你先说 好 让教授说两句先道理 小梁哥 觉得我们中国的内政问题 其实 只不过我们中共的以前 周恩来的时候 所有的领导层都是中国人 今天我们中共的一半领导层是美国人 就看到最重要的人 除了大怨 展开 武功 你为什麽要这麽呢 因为我们中国的权贵 部富 我们是权贵资本主义 令到我们一句例子 李兆昇也是美國人 最近崔永元罵他的嫉女時 就揭露了他 李兆昇是美國人 因為當年李兆昇當外交部長 那些人在2012年當外交部長的時候 在人民大會堂 我們每一年五年的時候要做一個總結 我們的總理先生是溫家寶 李兆昇說快點叫記者圈他 原來是原來的 溫家寶不點頭就不完 直到溫家寶接到一個最好的信息 就是BBC記者提問 問他薄熙來那件事是怎樣 溫家寶立刻大發表11分鐘的偉論 判了他的水刑之後就立刻結束了 那個記者招待會 原來後來才知道李兆昇是因為 他是幫助江澤民主持大局 想把薄熙來的事按下 不要變成發了出來 但是溫家寶要在所有的外國記者面前 一錘定音 當你知道了解原來 今天發了達的中共領導層 大部分拿著加拿大和美國護照之後 就說特朗普贏 美國第一 即是他贏 特朗普如果跟我們的劇本發展 最後回歸現實 大家中美繼續賺銀 又是他們贏 因為繼續我們走資本主義的權貴 又是中國人 看在哪邊贏而已 如果是 所以你不要讓他奸謀 但是為什麼我們 現在我們習近平面對這麼大內政的困難呢 就是 因為就是 蕭先生那些小說出來了 《射雕英雄傳》裏面有什麼呢 有東邪西毒 南大不蓋中神通 我們只有一瓣就是做蓋幫幫主 因為當你要去聯合國開會 做哪個角色五個位 我們只可以做到蓋幫幫主 那就唯有做蓋幫幫主去 起碼有資格去華山論劍 問頂下都好 問頂下世界民主都好 因為個個說我第二 第二有第二個福分 因為你也看到世良哥告訴你 哪個共和黨做 民主黨做 都是會行這個策略的 其實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策略是在 當越來 08到09 美國為什麼一直到現在不出聲 因為你要記住 WTO裡面就說 你加入了之後要五年後 要開放市場 為什麼呢 他不是在2006年的時候出生 中國當然知道 朱鎔基簽了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是我們所有的國企 大型國企 中石油 中石化 最主要是四大國有銀行上市 太公分豬肉了 我在美銀做了20年 我這麼清楚銀行界的 就是因為我其中有利益的 利益就是 我就是靠美銀賣給建行 在建行裏面 他就給我利益 我就是有 多過一年的retention bonus 即是CY量 UGL那夠錢 我只有一年的retention bonus 但是我要納稅 一路走過來 即是說什麼呢 美國人呢 就 美國銀行 帶CCB上市 JP Morgan Chase City Bank Goldman Set 就帶農銀行 建行 交行上市 太公分豬肉 豬肉多大 你知道嗎 不只是上市費用 那一、兩個% 是要入股 做策略性股東 唯非那一刻呢 我們美國銀行呢 唯非了 CCB是過二人錢 2005年 入非 2005年的10月呢 就是 2.6毫半上市 那19.9%呢 就是在2008年 救了美國銀行 因為賺了 美元180億美元 當它沽了這些 股票回給美人 所以後來你聽見 CY量哥都知道 賤賣資產 你的國樹青 因為他是 建行的主席 當時 不過政治勢力強大 所以沒有人跟進 好了 由於這樣分豬肉 所以0.6、0.7、0.8 沒有事發生 0.9發生了世界的 金融 沙拉麵 不得閒理你們了 自己救自己 所以推出QE1 QE2 QE3 直到自己慢慢 打這些類固醇 吃這些抗癌藥 好起來了 好起來就得閒了 所以那些智庫做什麼 智庫是賣腦袋的 那麼在 白宮周圍那條K街 那些智庫臨立 就是寫這些 寫這些 就是無論是民主黨 共和黨 我都賣給你的 誰上台都會用這套 但是有些 巨型公司 一早收到消息的 因為 他繃錢給那些智庫寫的 所以麥當勞在五年前開始賣給你金拱門 因為有份給錢 美國銀行不就開始撤退 設定現在只有一個辦公室在這裡 因為每年你們共和黨投票 民主黨投票 五億 五億美元贊助你整個 中期選舉 和總統選舉 開左又贏 開右又贏 是不是 就是這樣運作 美國的資本主義 是人民資本主義 我們為了要回應他們 你就要知道 無論怎樣也好 這套也會這樣走 如果我們這樣走 我們就認識部署了 就是 他們是一步一步 已經過去五六年開始走的 去到現在 其實美國佬的大型公司 只是值得服務公司 服務公司就是會計師行 大的律師樓 在做國際貿易 做advising 有什麼好處呢 不用搬東西 明天說不行就立刻撤退 怎麼會讓你好像DBS的Rebecca 讓你扣留 是不是 一個人也留不到 所以你有這樣的背景 多謝大家 好 各位小姐 各位小姐 有問題 有問題 好 喂 但是,其實他是不是真的發瘋呢,還是他自己都知道 因為已經不是說五、六十年代,老毛那時候真的那麼封閉 他自己想什麼就是什麼的時代 其實他發瘋是不是有個目的呢 譬如說他其實想自己的江山可以繼續下去,所以才這樣做呢 不是真的純粹意識形態上 其實我很好奇習總他的成長背景是怎樣的 即是怎樣才會導致會有一個這樣的人呢 但是我另一方面又覺得他不是真的發瘋 好,畢竟是一種意見,你知道嗎 都是要大家深思的 我看你的樣子好像你想答吧 發瘋就是一個形象性的比喻 當然不是說他瘋,我覺得 但是中國的阻禍呢,鄧小平最經典的一句名言就是 中國警惕右,但是主要是防左 為什麼呢 一個在黨裡面三十年代開始為共產黨奮鬥的人 最終他的觀察就是這樣 中國阻禍不絕 不是個人瘋不瘋 我經常覺得 而是共產黨的DNA裡面呢 是有種病毒叫做阻禍的 是會發出來的,周而復始地發出來的 就是說呢,因為他黨內的矛盾是沒有機制去解決的 譬如我兩黨制 是共和黨就是比較傳統的 歐文尼,可能是石油啊,軍事工業啊,等等 農業周分啊,新興的中產,IT可能就是支持民主黨 或者是英國的保守黨與工黨 那大家的綱領都相當清晰的 每一次就由選民去決定,去上台 到可能保守黨一段執政時間就到工黨上台 其實這個是一個正常的自然調整來的 其實每一個國家的政策都需要經過這種調整 等於人的身體一樣 你虛火上升就要喝點涼茶 太寒了就要喝點薑水,就是這樣而已 但問題就是中共永遠都會將國家發展的問題升 一直升到路線問題 而是去到路線問題就變成權力鬥爭 所以阻禍不絕就是這樣 你問西方的民主國家其實它有什麼阻禍呢? 有的,譬如希斯執政的年代的英國的工黨 國有化政策,那時候叫做英國病 那些抗工,那些個個身高良準 那到戴卓爾夫人上台就將它私有化 好了,一極端得仔,弄到protect,人頭碎 跟著就政變,戴卓爾夫人下台 就是這樣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民主體制 正正因為列寧式的政權是沒有一個機制去解決這些問題 也都沒有辦法解決這個繼承的問題 美國政府就每到任期完就政變一次 英國政府都是,中共就不是 所以它必然就會什麼呢? 就會將一些雞毛蒜皮的東西 就會將它上升成為一個路線的分歧 然後路線的分歧就會變成權力鬥爭 然後我就要號召我的馬仔出來去懲罰對方的馬仔 然後就算我不信他那套也好 我都會看風使你,看現在外交部 習近平喜歡梁劍,老闆,我就去盡點 就是這樣了 所以就 瑞典碰瓷事件都要撐場了 其實就是這樣的道理而已 我覺得 所以是所有的問題在中共眼中都是政治問題 但是在我們眼中 那些根本就是大家坐在這裏 我們五個人可以談完的事情 所以阻禍我覺得就不是說 發癲的意思就不是說習近平 一個人突然間失常 而是你的黨是要用傾盡全力 像鄧小平那樣說 是壓制著這些這樣的 譬如當年鄧力群,橋木這些人 一樣有的,陳雲 在鄧小平的年代 一樣對著幹 到六四的時候就一起逼供 八九年的時候 一樣會發生的我覺得 所以必然就會 我覺得現在去到這個局面 他會越走越左 就是因為他本身的黨的政治邏輯 和他們的官僚的行為 和決策的模式 是令到他一直向左發展 和大家的生存的意欲 最近你看到左 就不單止是習近平 那麼簡單的 早前那些民企 被人好像打壓那樣 我和你完全不用人格 你像小丑那樣 你知道嗎? 不止他們 原來各地的 都要組織一些人去 陝西省的省委 你覺得怎麼樣? 由書記帶領一群人 走去習近平 曾經在下面坐在那裡休息那棵樹 待會兒每個人站在那裡 就默想 習總書記當時 怎麼想國家大事 這些是 如果老實說 現在目前習近平的聲勢 他一句話叫你們這群混蛋 不准再搞這些事情 一句話已經夠 對不對?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他喜歡 OK? 不過呢 他要制止就很容易 但是你造成的風氣很嚴重 你知道嗎? 然後你這樣搞成 這個國家 你以後 共產黨說什麼就什麼 大家變成習慣了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我對 吳明德教授 我很尊敬 他那個人 聰明 然後他跟小山一樣 聰明 有老千的質素 他說在這種處境 他要怎麼批評 怎麼批評 老實說我都在暈暈地 你醒幾句給他們聽 其實我們就 你不要只說股市那些事 你先說我們 我們其實有什麼可以做 胡大利偉 因為我比較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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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小時候安排我加入社團 參加他的運作 一直打打殺殺 上去 十八歲 被人清招 所以就要二萬五千里長征 所以我很明白 更簡單 但是我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就是 一直要改變自己 聚心求學 令到 告訴世人 人是改得回的 所以我呢 對共產黨 都還有留一線希望 就是 我也改得回 是嗎 這是我人生經歷 所以沒辦法 為什麼我還是對他呢 還有一個盼望 因為 共產黨的DNA是不好的 但是 畢竟也是黨而已 黨是由人來主 我人是可以控制到的 就是這樣 阿欣Sir 是的 保持這樣的信心 真是好事 我們不要這麼恐怖 覺得自己 不過一定要密切監視 不是開玩笑 一個人瘋瘋瘋瘋 就很如死 所以你 阿小先生 你不如說幾句話 給我們安慰 我們大家好嗎 看你的樣子都不方便安慰 很糟糕 OK 是的 我也是用兩個角度 我也是說的 主要是角度的問題 首先第一就是 今天發生的事情 我從來都不會相信 其實 無論那個 這個開頭說的改革路線是怎樣 其實有一個經濟學家 2006年就說這個 為什麼有些地方 經濟進步了會民主化 有些不民主化 這個有一個路徑依巡的問題 其實今天 竟然 中國發生的事情 就是 將過去 那三十幾年的路徑依巡 推翻了 其實 一直去到 吳明德教授說的 國企上市 其實進一步 壟斷這些 壟斷性機構 都應該引入競爭 引入競爭 完全是 政府退出的角色 這是一個路徑依巡 但是這個路徑依巡 就是 今時今日 是被徹底推翻了 就是 包括了政治上的集體負責制 這個 任期制 政企分家 黨政分家 這些 這些 factor 全部都推翻了 那麼這個 這個 是難以解釋的 其實 在歷史上 如果要這樣解釋 其實就是 當有一套體系 是所有人 聽命於共產黨 而共產黨 是聽命於黨核心 那個一個人的意向 真的可以跟所有人作對 其實是 今時今日 剛才那個 女士問的問題 我回答你 其實 現實來說 大家的分歧在哪裏呢 只有兩點 一個就是 張維瑩說得很對 就是 他這個成功是因為中國模式 還是普世模式 而習近平是 buy into 了中國模式 所以他覺得 如果行普世模式 是拆除了 他的武器 他以後就壞了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 真的很難爭的 是 他信了這件事 而這件事 是王滬寧 就是 包裝 推銷 其實是把新威權主義 重新包裝出來的東西 這件事 有什麼特別呢 這個 但是他是 堅決相信這件事 如果他認為 讓步 不再政府補貼 不再搞國 做大做強國企 不再發展產業 這個工業 中國 就永遠不會變了強的了 於是他就是 他不能夠向歷史交代 第二 這個 第二點 這點我當然不同意他 第二點 我是同意他的 就是 如果真的答應了 美國的條件 十年八年 中共亡得 就是 他這件事 就是 他 他跟這件事 他跟鄧小平一樣 其實 維持 這個 堅持 四項堅持 最重要的 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沒有這件事是一切 就是這樣 所以 到這裏 我又解釋一下 給你聽 大家要明白 他是這樣想 是有理由 第二點是有理由的 就是看通了 他其實 開放了互聯網 開放了傳媒 終於有一天亡國 就是 這個 這個帝鋼是建築在謊言之中的 你要知道 沙地阿拉伯 兩件事 這個文章說得很好 和孔玲嶺事件 都是有分別 就是 沙地阿拉伯最後 被人見到的真相出來 有證據證明 那人被殺 他們都要承認 大家的 observe 到的東西 是共同的 於是沙地要出來承認 是被謀殺的 中共不理的 無論你揭什麼出來 明明有片盼人 是你不對 你向他道歉 即是可以完全 ignore 黑與白的 那個國家是 所以這個 所以美國和沙地都可以成為盟友 和中國 就不能夠成為盟友 當一個人可以完全 不管黑白任何的事實 這個是不可以做盟友的 大家說的一套都完全不同 我永遠廣東 你說 我看到向東 你說向西 大家有什麼好說 為什麼沒有話好說 所以 那兩個國家還是有分別 雖然去到這麼獨裁 這麼殘忍的國家 好像沙地阿拉伯 都是跟中華人民共和港不同的 為什麼 好了 我又回到吳教授說的 很有趣 正是因為吳教授剛才說的 中國 始終會忙 如果完全開放 但是那些人說 這十年八年不要忙著就可以了 所以呢 是整個黨的高級幹部 在那裡抱著大大的腳 讓步 拜託你 因為我們要死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喂 不要理 中國看不看 看不看得遲些 現在這一刻我們馬上死 我們的子女 我們的身家 在那裡 哈哈哈哈 但是這套體系 得人驚之處 就真的一個人可以揭露整套體系 其實不是清共產黨的 這是習家黨的 但是加上他幾個人 黃滬寧 栗戰書 這幾個 就挾持了黨 那些人就沒有辦法來對抗他 其他人完全知道的 所以這麼多人出來說話 完全知道 習近平的立場就是 最好就有些共產黨 所以這次看到 他再讓一些底線出來 讓到我覺得 再讓就會亡國 你知道嗎 這些真的不行 他要求特朗普 但是 我 是 給我時間 給我時間 但是你叫他讓那些 他一定不行 而且他知道這次一讓 其實為什麼這麼心不甘情不願 他就已經喪失了歷史地位 因為 他是 如果這時候向美國示弱 就是中國沒有強起來 他只不過是鄧小平的孫子 他不是第三代聖軍 第一代站起來 第二代富起來 第三代強起來 你現在退一退 讓步給美國 退遲十幾年 讓自己的國力再強一點 再發威 那就不是 你手上強起來了 你不是 不是 不是 這個很困擾 但是 他都知道經濟情況很嚴重 他都知道經濟情況很嚴重 而所有人跪著他 抱著他 抱著他的腳 這樣不行 如果歸零的話 總比說 貿易歸零 變成冷戰 我們真的很嚴重 這個 這個 產業鏈一搬 就回不來 不是 不知道 但是他 就保持了一個option 他還在心大心地想著 如果真是 美國真是迫到我要開放的那些東西 他情願閉關鎖國 自力更新 這是他個人的選擇 所以要加強對國家社會經濟每一範圍的角度 舉個例 但是 不能倒閉的 如果他一致就全面控制 樓價倒閉 全部不准買 但是一定要供 不供拉去坐牢 哈哈哈哈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 是我見到的真正的situation 所以 阿細良說得對 最好的願望 其實就是出現二的 停戰的 而美國 我就答不答隨交求的問題 美國已經算過了 其實為什麼看不到美國會讓步呢 其實如果純粹以中美貿易歸零來說 GDP的影響是零點幾的 是不重要的 GNP的影響大一點 譬如說iPhone 就有19%銷售在大陸 Caterpillar 我看過最重要的 加起來 大概影響了 長遠來說 你撿債在美國的公司 不准在美國買東西 影響1-2%資料 但是因為那些產業鏈 搬去越南、印度 然後那部分的經濟增長 是重複了很多 它跟北韓不同呢 就是中共要瘋到 你搬去產業鏈 全家產國和你越核戰 這樣就可以 這個就是北韓的 大家鬥射炎子彈 看看怎樣 如果你爛到這樣 這樣就可以 你知道嗎 美國就會猶豫 如果不是 美國是計過 你放在二句就算是model 根本就是negligible 中美貿易歸零 那個margin都negligible 在GNP上大一點 所以股市影響會大一點 有些美國公司是受了一些打擊的 GDP來講非常輕明 可以告訴你 你放下去 是宏觀經濟的角度去看 所以我才看不到 就是你如果換了民主黨 民主黨就不會加tariff了 因為他批評Donald Trump 他一來就制裁了 你明白嗎 那個是更嚴重的 其實是 逐樣逐樣制裁你 制裁是更嚴重的 加關稅的 其實長遠來說 這個是 是指人於死命的 制裁是 金融制裁 尤其是 你說就可以 說繼續買伊朗石油 現在真的不敢買伊朗石油 一買 他立即金融制裁你 你以後就不能用美金 你拿不到sweepcode 這個是很嚴重的 這個是很嚴重的 其實你是沒有環手之力 我說兩樣已經沒有環手之力 金融體系 握在別人手上 網絡體系握在別人手上 世界十三個 主根是在美國 九個 這個接駁站在美國 三個在歐洲 一個在日本 一個都沒有 你可以完全變成 你叫你變成內聯網 繞到尾 不是啊 但你也要接觸到外面的 資訊 你做不到生意 所有事情都死了 各位 我講到這裏 無論如何 其實最短期的關鍵 就是十一月 十二月底 最後那天 長期來說 就要看下 吳教授 說人會改變 是不是 看下 這個問題 這個真的是 不過不是 我用上學來看 我覺得他真的可能會變 這次他男巡 這次他是不情不怨的男巡 我見到他的臉色 還有各方面 都是有的 黑氣少了些 少了些 可能是被迫的 是不是 那麼 我們大家不要太過灰心 所以短期 那個就不是他可以決定到的 嚴格來說 看看特朗普 碰到什麼地步 如果特朗普 到時被他 他滴兩滴眼淚 他又心軟了 其實就 都暫時遇過天青的 你知道嗎 但長遠的痛苦在哪裏呢 就是他一定要 拋棄他心中所謂的 馬列主義中國模式 這個必須要拋棄 你一人不拋棄這個 這個呢 我們永無寧日 這個民族只會滅亡 我跟你說 對嗎 而我們香港 我們的角色就是陪葬 你知道嗎 OK 那我不覺得我們還有什麼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當然 世良 就是比較 抗爭主義者 OK 那就是說 我們香港人 大家都要團結一例 包括海外的華人 如果我們個個都認 這個是叫做祖國 祖國就是祖先的國 OK 不是老爸的國 是吧 OK 認那個大家關心他的話 其實 都是有些事情可以做的 是吧 起碼 有沒有辦法 令到習近平聽到 知道我們的議員 告訴你海外的兄弟 所以大家不要太悲觀 不過短期 11月 我們看看是怎樣 否則 沒有好日子過 你相信我 是吧 吳教授其實比我更悲觀 他說 11月 他倆談完 不是11月初 你要選舉 一有結果 就立即跌 是吧 你太好了大哥 我明天把他扔掉 阿光 你不要怎樣 那我就覺得 要看到 11月最後的人 12月30日 你現在扔就太遲了 因為33000你不行 29000又不行 27000也不行 不要說那些 你說那些 你真是 大哥 你知道我整個袋 都是他們的騰訊 黑吉利 我要跟他們共存亡 你知道嗎 我再說一句 OK 這個騰訊 是一個很好的 你一定是很大的 你一定是很大的 是 他不會聽我說 我跟他爭拗多久 習近平那些 喂 騰訊是一個好的例子 就是 在現在的經濟飄搖那一刻 你做什麼 要限制那些手油 手電手 手油 根本是完全不批新的手油 是搞到騰訊這麼嚴重 這個原理就是這樣的 共產黨的特色 就是對權力的控制 他是一隻 食權力大的怪獸 有任何地方 使用權力和控制 他永遠不會放棄 就是那隻蠍子過河 這是他的天性 在這一刻 明知凸騰出來 嚴重 他也是凸騰才算 哈哈哈哈 先打沉了你 怎樣 你還想說話 不是 好 嘩 這麼多人 逐個逐個 這樣吧 後面的位置 好 抱歉 其實有個問題 就是說 會香港版的國進民退 林鄭扔一萬億 其實這個世界 需要那麼麻煩呢 因為永遠都說 如果將港幣的pack 由美金轉了去一籃子貨幣 就是人民幣那些貨幣 沒有什麼需要做 因為已經完全變成了他們的東西了 整個金工局 八十多樓的人都不需要在那裡管理 因為人民銀行已經有很多人管理 這些都管理了 那這些東西不如給十多人民幣國債你們 那已經 威風全世界 那 要不需要做這麼多東西去砌台龍鳳出來呢 當然如果是可以逼到農地回來的 會是一件好事 大家不用再擔心賭錢落海 多謝這位先生的問題 你分開兩邊 賭錢落海呢 正如我初步說 這千七公頃 不是我們自己想出來的 是讓那個執行官去執行的 那他將來用來做什麼呢 我們要包裝去安撫我們香港市民 我的估計 他就是要用來做第一防線 因為 看得很清楚 我們中美四十年的朋友關係 將來將來談得到 都會是一個猜忌關係 這個猜忌關係 你不會讓我走出去二百公里以外 在那個人道礁那裏填海 所以我要自己防衛 第二 我們只是香港是二十九年 就要回去 變成一個直接的子公司 但是在現在 我們始終是一個戰略性的partner 因為我們是有一國兩制的獨立性 而在under一國兩制的獨立性 全世界的公開組織 包括世界的組織 包括世貿 所有的世界的財經的組織 我們都是獨立的 有一份子 亦都是有一票在那裏 以中國 即是香港的特區的組織出關 我們是獨立的一個人 很多是可以幫助中央去執行其他任務 那這個一定要保持 那什麼叫做體現這個任務呢 就是你要除了獨立的軍隊 好像鄧小平說 我要駐軍去體現我的主權 第二個就是你要獨立的貨幣 那這個獨立的貨幣 就是你說一天之間如果走人民化 以前呢 以前呢 任志剛啊或者類似他的人呢 因為他是既得利益者 那他在當時的短視底下 因為他要計自己幾時是落任 所以他是鼓吹快一點 能夠一地兩幣的 那走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當人民幣走入加入WTO之後 再跟著呢 2005年開放我們的人民幣 去走出去的市場 到今天呢 我們加入了SDR 但是理論上所有國家呢 應該將它的儲備呢 去轉了做8-9%人民幣 沒有轉到 只有0.5-1% 就是呢 看通了 人民幣是沒有國際流通性 第二呢 它的含金量呢 是沒有辦法 可以 ascertain到 即是 把握到 那 人家就不轉了 不轉的時候呢 那麼我們 中國看到這件事呢 更加需要我們香港獨立的 制度 即是港幣呢 是因為Hard currency 所以港幣不敢換你 那當然呢 它可以說明天一日之間 改改 但是這個呢 不能夠鑑操你 你一這樣呢 就是全香港呢 你就是廢了所有的 agreement 那不行的 第二就是 有你的獨立存在呢 是 好過沒有你獨立存在一百倍 那為什麼我會做這麼愚蠢呢 那另外一位 我剛才的 陳榮好 陳榮好 接著到你 是 我想問回 譬如之前呢 就是 知道大陸不行了 不行了 要夾水 那整天很擔心 之前阿蕭先生都說 會不會 它動香港的外匯儲備 或者香港的 儲備 這樣 就是真的動了 想你投資是第一路 那你金管局 你都不知道那些錢 只能丟掉涵水海而已 那所以我都擔心 你在香港人如何自處呢 就是 喂 現在我們既然 生活動作不穩定 因為我們講完 和你的美金 還是維持了7.8 那但是 如果中國共產黨 現在就是瘋的 對不對 就是習近平他們 或者這個共產黨 為了維持有政權 其實什麼都做得出 待會我 還有問題 都想再問一下蕭先生 那所以 會不會說 去到一和 不會即時的 過多兩年或兩三年 洗澡外匯儲備 那到時外國有些基金 又來也獲九百金的恐怖 那那些相片不是糟糕 就是 這個我們可以做什麼 都可以 一會說完都沒有 後面應該要買黃金 沒有 是 好 阿徐教授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一次個問 就是三個問題 是的 還有一個問題 不是,我還有兩個問題 還有兩個問題 還有兩個問題 是,我時間 第二個問題就是 剛才吳教授說 即是說 現在 集派 想拿回海外的三萬八千億 美金 現在實在上不止 因為 經過升值 或者是 其他資產 合格 五、六萬億 還是八萬億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又聽說 只要那些中共的貪官 老婆子女的錢 享受外國就可以了 你自己搶著它 它都不會拿回來 所以 是不是說 真的它們可以拿回來 或者 還可以拿回來多少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 就是 一個比較 從長遠歷史的眼光來看 就是每一個體系 其實都有它的壽命 就是 無論它多強大也好 或者 就是當年這個元朝 整個私行 怎樣怎樣怎樣 很厲害 控制世界城 歐亞版圖 都是幾十年的壽命 那當然一個體系 它的倒台是因為 內部壓力 或者外部的壓力 那有時候 我覺得 我很認同蕭先生之前 在Youtube所說 就是 那個天派 習近平 其實是想亡共產黨的 我覺得 某程度上 又未必是壞事的 如果這個體系 你要去改變 其實我真的覺得 沒有可能 我真的不相信 你看看它說服了 順著 如果習近平 亡多亡國 那就加出人類歷史 或者中國的進程 未常是一件壞事 我覺得 OK 謝謝 不善良的願望 非常好 我想答第一個問題 是 其實香港有四萬多億 我會儲備的 那它有萬多兩萬億 就是支持港元的 那裏寫了那部分的錢 拿來支持港元 那再有萬多億 就是怕被人一包清袋 就是政府的財政儲備 OK 再有多大概八千億左右 就是不知道拿來做甚麼 那它現在說 怕被人一包清袋 就是那萬多億 拿去一打一路 就是那多出來的七八千億左右 在那裏拿的 還有它做了幾年 未說做一打一路 它有筆錢就預了 我又放下去 就是投資回報這麼低 於是拿去一些長遠的投資 所以其實要搞清楚 我寫的文章就是 它當日說 陳國波出來說 考慮和別人合作 一打一路 都是那筆錢出來的 那筆錢是因為多出來 因為真的勝負太多 太多收入了 那所以是 你說 會不會瘋到說 撈亂了 亂禁洗 是有個過程的 它現在寫好了 畫好了 是這樣做 那所以 會不會衝擊到港元 是不會這麼快發生的 因為它都是 它做到有規有舉 都是說 是說 有這麼多港元 它就用這麼多儲備 去back up 好 各位朋友 剛才是否要舉手 那邊 不是 那位 不是 這裏他問了 他問了三個問題 是 不是我回答你 是 第一個問題也是 我給大家一個數字 就是 香港在1997年之後的 亞洲金融風暴 從1998年開始的五年 累積的財政赤字是二千多億 五年之間 當時政府一年的洗費 是大約兩千八百億 現在一年的洗費是四千九百多億 就是說 如果你連續五年的財政赤字 如果用現屆政府的洗費來計算的話 可以累積的赤字是五千億的 你說的 我們很多人不記得的 是1998年到2003年 所以我就說 那個不僅是你投資 火柏央企投資一帶一路的問題 而是說 當你那個財政赤字 你不可能 假設香港的公共財政 每年都 那個盈餘是可能過五百億 或者七百億這樣 我覺得 這個是不實際的 好了 當你的累積的財政赤字 去到這麼大的時候 你自然 一方面你會侵蝕你的財政盈餘 財政儲備 好了 到金管局那一部分 所謂外匯儲備的投資 其實它不可以就這樣在網誌公佈 因為金管局的投資是有指引的 是說明要投資什麼類型的產品 以及原則在哪裡 所以我就說 這個跟大嶼山田海是一樣的 其實是最高級的 最高級的 最高級之後呢 就鬼鬼祟祟 找一個方法出來 就在那裡愚弄公眾 然後說了出去 原因是什麼呢 你看到的現在 巴基斯坦那個中巴 經濟走廊的問題 就是原來它的債務是完全封閉的 是沒有透明度的 巴基斯坦說 我根本沒有收過中國的貸款的一號指 所有的貸款是原來呢 就劃仗了給中國海外 中國建築 就由他們去建 然後呢 就告訴巴基斯坦政府 你現在欠我多少錢 好了 IMF 巴基斯坦說我沒有錢 我現在問IMF借 IMF就說 行 你給我一盤錢 我先看看 給那個中巴經濟走廊那盤錢 我先看看 如果不是 豆奶也不借 好了 將來 外匯基金 儲備 火魄、央企 投資的那些一帶一路項目 正正就是這些項目 因為一帶一路裡面 絕大部分都是這些項目 然後將它什麼 將債 變成 證券化、金融化 變成一些產品 我覺得 然後賣回香港人 賣回由金管局去買回這些產品 我覺得方式就是這樣 就不會直接入股中巴經濟走廊 或者這個 斯里蘭卡的這個 漢班託立港 也都不會 然後賣回產品出來 想得多快 OK 你不要搞正 OK 唯一我們香港人 最信奉的就是我們已經 在金管局那裡 它有一個公開透明 那條數目 那麼我們已經 內部談過 我們會提議 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 在立法局裡面 要它定期來匯報 那個金管局 那個投資的方向 要去公佈 在公佈過程裡面 就好像避免了 細良說 你不要把一些投資 當作是account payable 就是說 要 快要付 不過先入賬 那你那個數目 不清楚 這個要透過有息之事 加入了那個特別委員會 現在我們在 在立法局裡面 逼他們做這件事 多謝這位朋友 我想 快點 快點 欣先生 因為我們直播時間 是5點鐘完結的 大家一定會繼續留下 因為蕭先生答應過大家 會講迷密消息 對不對 這樣吧 所以我們現在 首先會完結了 我的直播時間 蕭先生 好的 拜拜 你們問完問題 讓他們問完這個問題 好